上一次来过我们家的那个Rick 前几天啊 跟公司新来的女秘书私奔了 他给他老婆留了个什么告知书说 古今中外的很多名人都是私奔的 你说君生天天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你说担不担心啊 这种人是抓回来 最好男的女的通通抢毙掉 罗子军在结婚后 一直在家中做着衣食无忧的全职态度 丈夫陈俊生年薪百万 孩子八岁接送吃饭 都由保姆来管 而他自己只需要天天逛商场 何去美容院 罗子军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这天他正在商场试鞋 顺便跟鞋店经理 聊着别人老公出轨的八卦 却突然看到老公陈俊生在外面打电话 于是他顾不得脚上正视着的新款高跟鞋 跟着陈俊生到了一家珠宝店 而此时的陈俊生 正在跟一个年轻女孩挑着项链 跪着过一遍 那就这一趟麻烦包起来吧 等一下 让我看看 看到子军后 陈俊生镇定自如的跟他解释 这个女孩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桑主 陪他一起来给客户挑一个礼物 桑卓急忙跟子军打招呼 然而子军却对他视而不见 哎呀 买首饰吗 我最懂了呀 干嘛不叫我来呀 大学毕业的小姑娘只会收收礼物 拿懂什么首饰的好坏 子军放下桑卓刚才挑的那条项链 然后建议陈俊生选另外一条 还是选这条吧 这条稳重一点 这条这么花哨 一看就是骗骗小姑娘的 听嫂子的 嫂子说的对 子军假装大大方方的离开了 其实内心却早已波涛凶女 回到鞋店 他一边让店员把脚上试穿的新鞋打包 一边打电话给自己的好闺蜜唐靖 让他帮忙查一查这个实习生的底细 虽然子军有些无理取闹 但唐靖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唐靖是一家高级咨询公司的资深顾问 他和同类咨询界的精英赫寒 已经相恋十年却未结婚 晚上陈俊生打电话告诉子军 自己又要加班 可能晚两个小时回家 子军急忙跑到唐靖家里 等他查回来的信息 24岁复旦毕业 这两人为什么不直接查查陈俊生呢 其实陈俊生出轨的对象 并不是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而是这个温柔体贴做事细致的女同事玲玲 尽管玲玲其貌不扬 尽管两人都有各自的家庭 尽管他也知道这是不对的 但陈俊生却仍然十分依恋玲玲玲 他喜欢和玲玲待在一起时的生活状态 然而玲玲看似长了一张老实脸 实际上却揣着180个心眼 陈俊生要是有了外人 你决定得明白 赐给他看 你死了 这何他意啊 连离婚手续都免了 我子军正沉溺于养尊处优的阔太太生活中 却不知丈夫陈俊生早已将他背叛 闺蜜唐靖劝他不要过于依赖丈夫 你送我你一年会花多少钱 起码你要保证有能力能养活自己的平儿 养不活 你养过 保证不了 反正我这辈子赖定陈俊生了 两人正聊着 唐靖的男友贺涵刚去吃完刺身 于是顺便过来给他送些海胆 子军和贺涵一直互相看不上对方 总是一见面就互相冷嘲热讽 子军笑贺涵是个爱打扮又目中目人的孔雀男 而贺涵也觉得子军是个经常无是生非的家庭主妇 子军品尝过贺涵带来的海胆后 开始了犀利点评 贺涵送完海胆准备要走 这时保姆也打来电话说陈俊生已经到家了 于是罗子军要蹭贺涵的车回家 但是贺涵却极力抗拒 贺涵给罗子军按了电梯 然后自己一路小跑走下了楼梯 却还是在开车前被罗子军赶上了 由于敌不过厚脸皮的罗子军 贺涵一直把他送到了楼下 回到家陈俊生主动向罗子军解释 实习生桑卓陪他买项链送客户的事情 并且桑卓已经有结婚对象 以免罗子军找唐经乱查 再查出他真正的避风港式零零 罗子军检查陈俊生的手机后勉强相信 于是跟陈俊生和儿子召了张合影发到朋友圈 瞬间被及时个人点赞 第二天早上 由于和零零约好去接他 陈俊生早早起床正准备走 罗子军却说他要去陈俊生公司楼下的超市购物 也要坐陈俊生的车 买什么东西还非得去我公司呢 楼下买不行吗 就是平安爱吃的那个红豆饼 于是陈俊生编了个借口 说顺便送一个女同事去上班 罗子军听到后起初还有些敏感 但他一看到零零出现后 就立刻放松了警惕 罗子军一直把那些娇艳欲低的女孩 当作假想低 像零零这种从穿着到长相都平淡无奇的熟女 他却丝毫没放在眼里 两人十分愉快地交谈还互相加了微信 你不要见怪啊 我呢就是觉得俊生公司里啊那些女的 要么就是华智招展 要么就是心狠手朗 整天都盘算的怎么抢人家的男人 嫁都吓死了不敢招惹的 一点都不像你啊 看上去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女孩子 罗子军无意间的几句话 让本来很近的路程 对于陈俊生来说却十分漫长 陈俊生只好时不时地插几句嘴打下马虎翼 终于熬到了公司楼下 罗子军下了车 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已成事实 而即将拆散她家庭的人 就是眼前这个看似本分老实 其貌不扬的女人玲玲 怪我自己 是我自己非要喜欢你的 不怪你 你知道我会离婚的 于是到了公司她向玲玲解释 是因为昨天子军看到她带实习生桑卓买香脸 才会变得有些敏感的 玲玲却表现出善解人意的模样 并且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她答应了 她不是一直不同意吗 是 但是我后来跟她说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带着儿子走就行了 她就答应我 陈俊生露出为难的表情 因为她现在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 既可以享受在公司有玲玲的细心温柔 为她分担压力 同时回到家又能跟儿子享受家庭的温馨 一般的女人在这时候 会逼着男人回家去跟老婆离婚 而玲玲却偏不这样做 俊生 喜欢你事实自己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而且我刚才看见了陈太太 看着挺幸福的 一点都看不出来 她老公对她有多么不好 我会尽快跟她谈 我离开她是因为我们真的过不下去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没有逼你的意思 说不说你自己定 这话说得表里表气的 言外之意就是 玲玲已经把婚离得干干净净了 剩下的就看陈俊生的 这是子俊的闺蜜唐静路过 她一眼就看出陈俊生和玲玲之间不太正常 于是拿昨天子俊怀疑实习生丧卓的事情 敲打陈俊生 我都跟她解释过了 她一看到年轻漂亮小姑娘 都以为看我有暧昧 我看现在招人喜欢的 未必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吧 刚才那个同事 他家里面出了点事 情绪不太好 看上去是有心事的样子 看来有心事的不止玲玲 陈俊生心慌得连电梯都忘记下来 差点跟唐静去楼上报道 看见魂不熟悉的陈俊生 唐静知道 罗子军的担心已经成真了 果然没多久 陈俊生和玲玲的私情 就被公司其他员工看到 唐静知道后 立刻愤怒地冲进陈俊生的办公室 陈俊生还想要辩解 我跟玲玲没什么 陈俊生请唐静不要告诉罗子军 于是唐静献她在一个月内 处理好她和玲玲的事情 快下班时 子军给陈俊生打来电话 约她和唐静一起吃饭 但唐静刚跟陈俊生对峙完 心情有些复杂 于是拒绝了 罗子军坐在餐厅等陈俊生时 正好看到路过的玲玲 见玲玲拿着快餐和可乐 于是热情地拉着她一起吃饭 玲玲推脱不掉只能坐下 陈俊生到餐厅后 看到两个人坐在一起 心中鲜水一惊 但只好故作镇定地坐下 然而三个人一起吃饭的画面 却被认识陈俊生和玲玲的人 别有用心地发到了朋友圈 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 恰好也被准备和男友 赫寒吃饭的唐静看到 这是干什么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你管那么多干嘛 罗子军也是时候明白 人生残酷 生活不易的真理了 现在三十多岁 摔成重伤 还好恢复 这要是再过几年 那会就不好说了 但唐静还是担心 罗子军被玲玲和陈俊生伤害 于是带着赫寒赶去楼上的餐厅 罗子军还向唐静介绍 玲玲是他新认识的朋友 唐静不好当面说破 玲玲和陈俊生的关系 但还是用话暗中警告了一下玲玲 同时也提醒一下罗子军 但罗子军却丝毫没有听出来 反倒对大闸蟹的产地十分矫正 贺涵劝走了服务员 也用自己的方式提醒罗子军 陈大太 根据我的经验呢 这种螃蟹不管是 羊成糊的还是太湖的 在味道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反而是你面前的这盘虾 新鲜度不是很高 但罗子军却傻兮兮地以为 贺涵是认真地在和自己 讨论哪的饭菜好吃 于是贺涵把话再说得明白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呀 你关心错地方了 是别的地方 你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 反而出了大问题 而且就在你的眼前 贺先生 我知道你吃日本在那在行的 但这里是上海菜 在电影点上我是有发言权的 贺涵直接被罗子军的单纯祈祷无语 于是带唐精离开餐厅 剩下的三个人 就在这种尴尬的氛围里吃完了饭 现在最可怜的人是陈俊生 他可怜 他兴奋激动还来不及吧 兴奋激动 那是刚刚跟林灵两姐相约的事 现在真要他二选一承担责任了 他恨不得自己 马上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 看到罗子军和林灵一起吃饭 唐精有些犹豫 要不要告诉罗子军 其实林灵就是陈俊生的出轨对象 却又担心子军知道后 把事情闹起来 陈俊生会真的跟子军离婚 倒不如稀释宁人 让陈俊生自己去结束和林灵的关系 贺涵却觉得问题多半还是出在林灵身上 陈俊生才不会真的想跟罗子军离婚 男人内心的深深深处 都是希望老婆永远是老婆 情人永远是情人 将两个行星 永远保持在三万公斤的距离 其平行运动永不相交 您是怎么想的 很不幸 我爱上了太阳 陈俊生终于食不知味地和罗子军吃完了晚餐 被贺涵和唐经这么一搅和 她也没有了假意加班 施则和林灵独处的心思 于是开车和罗子军一起回家 陈俊生不加班 林灵也提早离开了公司 她特意站在陈俊生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车 林灵知道以陈俊生心软的个性 一定会对她心生怜悯 果然当陈俊生开车经过林灵的身边时 不禁露出无法掩饰的内疚感 陈俊生虽然心生怜悯 但还是没敢提出再返回去送林灵 难得早一点回家 陈俊生帮一年级的儿子辅导数学 用苹果技术来教儿子加减法 而罗子军平时对儿子的学习就满不在乎 哎哟一年级小朋友搞这么复杂干嘛 不说一二三就行了嘛 妈妈给你削个苹果 哎呀还叫句 那你再拿个成文嘛 罗子军如此懒散的教育态度 让陈俊生顿感不满 而林灵这边对儿子却十分严厉 同样是一年级 他的儿子已经开始一本一本的做客外席帖了 一共从这里到这里 这么多 就住了吗 这么多都要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 小孩子有大人也有 如果今天的作业没做完的话 明天很有可能不及格的 如果你明天想过好日子 你今天就必须努力 林灵一边给儿子辅导习题 还一边给陈俊生发着信息 她想到白天被唐金和和寒 唐敲侧击 觉得再这么拖下去 就会陷入被动 陈俊生看到信息后 假装去楼下的便利店买本杂志 实际上却是给林灵打电话 唐金好像知道了 过两天 可能你家罗子军也会知道的 如果他问你的话 想好了怎么跟他说 要不你真的跟他说吗 就把责任全部推在我身上 你就说是我死缠烂打 你是完全被动的 这样的话 他可能会原谅你的 不可以也不能够 我不会有责任推给你的 我对你日久生情 是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交给我 交给我来处理好吧 你相信我 林灵的善解人意 再次让陈俊生心稳 但正如贺涵所说 陈俊生开始陷入纠结和困苦当中 因为他对单纯的子军 也同样无法下狠心 他在楼下哀声叹气 刚好背下来到垃圾的保姆看到 陈俊生以为保姆听到了 他刚才给林灵打电话的内容 于是心虚的主动 给他每个月加了500块钱的工资 并警告他 捕风捉影的事情 尽量不要跟别人乱说 如果被他知道 那就正好请他走人了 晚上唐静还是忍不住 打电话给子军 跟他明说 要提防陈俊生身边的林灵 因为林灵已经离婚 但子军还是不相信 陈俊生会看上 处处不如自己 还离了婚的林灵 然而他在翻 林灵朋友圈的时候 却发现一张照片上 和林灵拉着的手 跟老公很像 于是要和陈俊生的手比对一下 陈俊生劝子军不要多想 今天刚认识林灵 就开始怀疑人家 以后要是再认识 他的其他同事 是不是还要挨个比对 这都能发誓 男人的嘴 果然是骗人的鬼 这一晚两人都各自难以入睡 一个想着怎么开口说离婚 而另一个却想着 怎么守卫他的婚姻 唐静再次提醒罗子军 陈俊生和林灵的关系 十分暧昧 但罗子军却嘴硬不信 除非现在流行喜欢大神了 否则陈俊生 绝对不会看上林灵 罗子军离开的时候 一边穿鞋一边跟唐静吐槽 贺涵的穿着打扮 说他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自打狂 刚好被来找唐静 跑步的贺涵在门口听到 贺涵也是不客气的回的 真是不巧 听到你们闺女聊天了 没关系 就是说给你听的 我要是你呢 就少出来讲别人的闲话 最好像7-11也 24小时灯火通灵 监控全开的 看好你了 贺涵也不明白 唐静为什么会对罗子军那么好 因为在他看来 像罗子军这样的女人 即使在十年后 跟唐静聊的话题都不会变的 无非就是老公孩子都小三 但唐静和子军的友谊 却情比金尖 起初唐静家境贫穷 和罗子军一起读大学时 经常被活泼开朗的子军 拖回家吃饭 子军妈妈薛珍珠也把唐静当女儿看 但毕业工作半年后 罗子军就辞职做了家庭主妇 而唐静却一直在奋斗 在唐静吃苦的那段时光 是罗子军给予了唐静金钱和精神上的帮助 也减轻了唐静不少的负担 像罗子军这样在家喝杯水 都要保姆亚秦递到手上的人 却每周都会亲手打成只给唐静喝 所以现在唐静才会对罗子军 无限制的纵容和宠溺 周一的早晨 罗子军趁着陈俊生开会时 坐到他的办公桌前 观察着在此经过的每个女人 实习生桑卓突然出现 脖子上似乎还戴着那天 和陈俊生一起挑的项链 罗子军立刻想要冲过去质问 却被路过的玲玲赶紧拦住 这个三卷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个项链跟陈俊生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他现在在开会 要等到散会以后你去问问他 而且现在你找三卷的话 这么多人有点难看 他都把我家庭破坏了 我管他好看难看 罗子军不由分说的上前 拽下了桑卓脖子上的项链 并且质问桑主 灵灵显现要和罗子军摊牌 这时陈俊生出现 几乎所有人都在四周 准备看一场正式四小三的好戏 于是灵灵又重新解释 已经替灵灵背锅两次的桑卓也不干 他一把抢回了罗子军手中的项链 麻烦您看清楚了 这可不是我们上次买的那根 这根上面是香钻的 你那根贵了好几倍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麻烦您记得清楚一点好吗 我是陈先生的实习生 我认为他是非常好的师父 但是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娶一个 您这样没有教养的女人回家 陈俊生赶紧打圆场 承诺会赔给桑卓项链 赶紧带罗子军离开 走了一半 罗子军却又反了回来 小姑娘 你还没有结婚吧 有一天你到了我的年纪 我的处境 你就会知道 相比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 教养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东西 就这样罗子军在陈俊生的公司出了丑 委屈地离开了 而玲玲却又开始逆向操作 对陈俊生说自己想要退缩了 还劝他不要和子军离婚 俊生 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把你还给罗子军 我有点累真的 我想离开了 我不能让我的儿子 每天看见一个失魂落魄的妈 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回去 不要再伤害他们 俊生 好好生活 好好过日子 你不要担心我 我一点都不恨你 而且我非常感谢你 在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对我特别好 除了工作关系 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玲玲的以退为戒 让陈俊生再次心闻 同时也陷入纠结 这招之后 玲玲又给陈俊生下了一剂猛药 休假并且玩消失 让陈俊生联系不到他而着急 于是陈俊生终于下定决心和家里摊牌 但在此之前 他却先反祈祷而行之 对罗子军和他的家人 都越发的合言越死 周末还抽出时间 陪罗子军和孩子出去玩 陈俊生突然的回归家庭 让罗子军歇许地放松了警惕 然而罗子军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陈俊生在最后享受一下 这个家中的温馨 而真正的家庭风暴 正在不远处等着他 玲玲请假消失后 陈俊生在上班总是焦躁不安 对其他人的工作很不满意 还经常大发脾气 和玲玲关系很好的 小董正向陈俊生 替玲玲鸣不平 玲玲却突然出现在公司 让所有人都很惊讶 她还拿出在家休假时 做的分析报告 并且像以前一样贴好了便利贴 但是她对陈俊生的态度 却异常平淡 仿佛两人除了工作的关系外 再无其他瓜葛 其实消失并不是玲玲的目的 让陈俊生感到离不开自己 才是玲玲想要达到的效果 同时正如小董所说 公司的流言飞语越来越猛烈 但相反的 现在都在传陈俊生 迫于老婆的压力 要与玲玲划清界限 而不是玲玲主动 跟陈俊生划清界限 甚至还有女同事 当面的玲玲难堪 你什么态度啊 我这是在关心你呢 她不领情了这是 啊 我刚忘了 明天还真的来不及 麻烦你今天一定要做好一份 维生素的市场调研发给我 你休假接了多少工作 那是你的事 如果耽误了我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只能投诉你工作不力了 这些话刚好被陈俊生听到 他本就有些愧疚 于是立刻出现为玲玲出头 什么任务那么着急啊 你不是做 港康金牌便利天的案子吗 跟维生素的市场调研有什么关系 作为公司高级助理 你就这么浪费公司资源的吗 你要投诉 投诉什么 我要投诉你 不正业 别有企图 我家给班可以赶出来 你不是纵了吗 我告诉你 要么你现在拿着邮盘 该干嘛干嘛去 要不然我写封邮件 给我滚蛋 进公司其他人都在围观 小董又出来打圆场 但那个女同事仍然拿话 讽刺陈俊生 发那么大我干嘛呀 又是你老婆 这赤裸裸的维护 确实容易让人浮想连篇 陈俊生被戳中痛点 却又无力反驳 但是看到玲玲因为她承受了 同事们的非议时 她再也忍不住 玲玲这消失又出现的猛妖 果然产生了效果 陈俊生一路狂飙到家 刚要跟罗子军摊牌时 却看到家里多了一套 之前她很喜欢的沙发 听到子军的话 陈俊生又犹豫了 于是他假装说要临时出产 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 就离开了家 一个新沙发 就让陈俊生再次 狠不下心来说离婚 他一个人纠结的 躺在酒店的大床上 手机里却同时收到 子军和玲玲发来的信息 你回家的时候 我和雅琴都觉得 你有点奇怪 到哪儿了 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回来想吃什么呀 你在哪儿啊 今天对不起啊 我不想你出这么多麻烦的 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 不知道 我只是一个无名小族 只要能够帮到 你看到你有所进步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有意义的 真的 陈俊生为两个女人痛苦纠结着 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陈俊生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在出差吗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干嘛还跟我说对不起 他们离婚了 等一下 我想去喝口水 等我回来再说 陈俊生在酒店纠结了一夜 最后心意横 决定要和子军摊牌 醒来的罗子军 被陈俊生吓了一跳 他已经意识到 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 已经无法回避 他十分恐惧面对 于是不让陈俊生说下去 自己匆匆去厨房烧水 却忍不住开始大哭起来 哭过之后 罗子军换了一身 十分精致的衣服 化好妆重新出现在 陈俊生的面前 因为他仍然以为 从他身边抢走陈俊生的 可能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可能是我自己不好 过去 在你面前太随便了 陈俊 你很好看 你一直都很好看 不是这个人 还能有什么原因 你一直不得好好的 我知道过去 你的压力太大了 而我对你 最近的关心特别少 我喜欢别人了 你不根本是谁了 是 要是不想说就不说 反正我不想知道 一听到是凌凌 罗子军直接崩溃 其实唐静和和寒 都无数次地提醒过的 凌凌就是第三者 但他却从没把那个 如此平淡无奇的女人 放在心上 就是每位看到的女人 你不要往下说 我不想听 你们公司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是她呢 俊生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不想离婚 我们还好好的 我们的房子好好的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你看 平儿刚刚上了 她喜欢的小学 但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她功课也策略好 很可能会陷入 无法挽回的局面 你知道什么叫 扮出吃老虎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但凡能这样 让男人回到家 就这样跟自己的 老婆孩子说离婚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 头脑简单的角色 你今天只要 跟凌凌当面对峙了 那陈俊生就 天天跟你离婚了 因为她都没有退路了 这时凌凌正好回来 为了不让罗子军 跟凌凌碰面 贺涵只好下车 假装问路 帮罗子军打掩护 然后唐静英 把她拉上车 长这么大 还真没做过几件 这么丢人陷人的事情 而零零刚走 陈俊生也开车 建了小区 罗子军更激动 非要下车去找陈俊生 但贺涵直接把车门锁上 罗子军完全不讲道理 大声地向贺涵哭喊地 让她开门 贺涵却暂次指出 罗子军应该关注的问题 这位太太 你安静一点好不好 不要哭好不好 你也看到了 你的先生应该 不止一次去过他家了 所以这个问题 不要再纠结了好吗 你现在应该 全身关注关心的问题是 以后让他 怎么经常回你的家 而此时的陈俊生 全然不知 贺涵车里发生的事情 他正帮零零安装了 新给零零家 买的节能灯 早上跟罗子军摊牌后 陈俊生也似乎 轻松了不少 但零零却表现得自责起来 我有的时候 想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像在做梦一样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演这么一个角色 我二十岁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过 我以后的生活会是这样的 我要演一个坏人 零零 是我的婚姻出现的问题 即便你不出现 我也会离婚的 陈俊生表示 既然结局已定 那罗子军的哭闹 他接着辨识 零零却表现得 更加善良和善解人意 你回家吧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 他对你做什么 你都得忍着 而且你还得跟他们说 虽然你离开他们 你还是会对他们 尽责任和关心他们的 对儿子还得更好一点 你就把伤害降到最低 我才心里好过一点 我是不是又想多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 看到如此善解人意的零零 陈俊生越发觉得 自己离婚的决定是对的 分别使两人还拥抱了一回 正好玲玲的儿子回来 陈俊生热情的跟他打招呼 却被无视 看来帮别人养儿子这条路 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好走的 陈俊生我告诉你 妈 妈 没事了吗 咱哪了吗 你怎么能在外面搞女人呢 没事啊妈 罗子军的妈妈得知 陈俊生要和女儿离婚的事 于是带着子群过来看望子军 并叮嘱子军千万不要答应 跟陈俊生离婚 下楼却刚好遇见回家的陈俊生 一顿小泉泉却差点把自己打犯病了 陈俊生回到家 让罗子军提同意离婚的条件 罗子军却哭着对他满流 真是凭而听到妈妈的哭声 于是从房间里走出来 妈妈 你们是要离婚吗 没有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公司还有工作 我先回来 爸爸 你还回来吗 回来啊 爸爸肯定会回来的 父母离婚 受伤最深的一定是孩子 平儿的问题让陈俊生心酸不已 然而他却没再回家 这些天一直都强行在公司加班 或许就是想暂时回避平儿的这个问题 几天后子军忍不住去公司找陈俊生 并且低声下气的恳求他离开玲玲 我今天跑过来我跟你说话 我求你是因为我舍不得你 我舍不得这个家 我舍不得让平儿变成男性家庭的孩子 希望你可以离开那个女人 只要你愿意离开她 给你时间啊 等了约四个月 半年一年 只要你跟她划进界限 我怎么做都可以啊 我爱她 无可救药的爱她 以前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看来陈俊生确实是无可救药了 罗子军心碎地回到家 把家里的家具砸得稀巴烂 子军的妈妈看到后 一开始还很心疼这些家具 都是花钱买得很贵的 哎呀夫妻两个吵吵架 这是很正常的呀 你今后还过不过日子啊 不过子军妈瞬间意识到 罗子军已经找陈俊生聊过了 而且得到的答案依然是离婚 于是她立刻改变态度 然而子军妈就是这样一个冲动的性格 砸到一半她又感觉有些不对劲 想到这里 子军妈突然拎起包匆匆离开 一场丈母娘替女儿怒斯小三的戏即将上演 她故意四处打听谁是陈俊生的拼头 从而引起围观 通过大家的反应 很快罗妈妈就确定了目标 她把玲玲拽出了办公室 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 何况你啊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呀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军报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 否则的话老天会劈死你全家党 阿姨你觉得这种事情堵这发是有用吗 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 但是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 即便不是我 陈俊生和你女儿也早就度日如年了 玲玲这段话的信息量有点大 就是与其说她勾搭陈俊生 更不如说她俩是情投意合 就算没有被她破坏 离婚也是迟早的事 你要是跟陈俊生玩玩 玩过了啊 再玩就玩坏了 小豆啊 我们俩都有孩子都有工作 我们已经过了随便玩玩的年龄 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俩玩不起 玲玲一改往日的温顺 当着所有同事的面跟罗妈妈杠了枪 仿佛她很有理一样 气得罗妈妈只想动手 幸亏来了两个保安 即使把罗妈妈拉了出去 玲玲也趁机仓皇逃走 陈俊生因为没能保护好玲玲 在车里跟她道歉 玲玲却表现得十分大度 好让陈俊生更加内疚 因为她等的就是罗妈妈的神主公 没事她就发发脾气 没伤到我什么 如果她这么一闹 能让她消消气也算是好事 本来这件事情就是我的错 陈俊生听后心里百般滋味 而妈妈和玲玲在公司大吵后 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 请陈俊生回家吃饭 同时还叫上了唐经当见证人 饭桌上罗妈妈说起 当年陈俊生是如何求自己 把罗子军嫁给她 陈俊生都一言不放 而当罗妈妈说到 今天去公司大骂玲玲时 陈俊生却开始反驳了 被罗妈妈去公司这么一闹 陈俊生更是铁了心 要和罗子军离婚 子军绝望的离开 唐经临走时 也跟陈俊生撂下横话 陈俊生 你等着你的报应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讲道理的 讲什么道理 我不能看着我最好的朋友 被人这么欺负 跟你从今以后没有道理可见 好好地一桌子菜 你说不吃就不吃了 我真想打你啊 罗妈妈追下了楼 她担心罗子军一旦离婚 靠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生活的 而且不能就这么成全了 陈俊生和玲玲 但唐经却安慰罗妈了 现在这种情况 离婚不一定是成全 陈俊生和玲玲 更有可能是对他们的惩罚 而且他会尽全力帮罗子军争取 他应得的那份赔偿的 罗子军从家里出来住到了唐经家 面对离婚 他有些不知所措 以为贺涵正等着看他的笑话 但贺涵却表示 他希望看到罗子军 吃完喝完考虑如何搬回这一城 陈俊生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 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 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 再破败再简陋 也好过寄人理想 说起了很土 但是永远还是这句话 天无决人之路 既然早晚都要重新开始 就该从眼下开始争奋斗 然而子军却不听贺涵这一套成功学理论 他不相信什么中年妇女还能翻身的案例 更不可能三十多岁还从营业员或者销售员做起 罗子军还吐槽贺涵只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罗子军你给我听着 不是我吓你 如果你要是继续这种状态下去 连你的儿子他都可以想办法要走 贺涵不想再理会罗子军 所以离开唐经家了 但唐经的工作很忙 又只好委托刚刚辞职的贺涵 去帮忙照顾和开导罗子军 贺涵虽然想要拒绝 但不忍心看到唐经在工作之外 仍然要为罗子军操这么大一份心 于是去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过来看子军 如果这里正好有你特别想吃的东西 你可以吃两口 如果没有呢 也请你告诉我 我把它带走 给需要的人 省得放在这扔掉坏掉 我不吃 全拿走 你打算这么又脏又臭的在唐经家带了什么时候 唐经是你最后的腿 如果有一天爱嫌弃你 你会比现在悲惨一百倍 看到罗子军仍然颓匪不堪 没有一点要改变的意思 于是贺涵让罗子军洗个澡 化个淡妆 罗子军被贺涵送到唐经的公司 员工们工作节奏的飞款 令罗子军感到吃惊 甚至连走路都要小跑 压力也可想而知 之后贺涵又把罗子军带到一家餐厅 这也是他们公司白领经常来的地方 当然也包括陈俊生 但他不一定是来喝酒 社交的目的性可能更强一些 这一切都是罗子军所不了解的 喝了点酒 贺涵和唐经又带罗子军回到公司 临近夜晚 仍然有很多人在加班 贺涵让罗子军坐在唐经的办公室里 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 如果白天忙了一天 到了晚上 睡在你眼前仍然是堆积如山的工作 这一个晚上你恐怕就没法睡觉 而第二天一早 又将会有一大波的工作在等着你 要是在这个时 有人愿意留下来给你帮一点吗 或者即使帮不上忙 只是留下来陪伴一下 再送来点热茶和宵夜 如果是你 你会爱上他 罗子军被贺涵点话 明白了陈俊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爱上零零的 但即便如此 陈俊生仍然是过错的一方 贺涵建议罗子军现在就找一个律师 做好打离婚官司的准备 先下手为强 尽量为自己争取最大化的利益 你必须为此做一些准备 以求的损失降到最下 让陈俊生赔钱 越多越好 尽量让陈俊生净身出户 可以做得到 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岁月值多少钱 就在此一算计了 不要情绪化 也不要脸皮薄 资株必较 否则你割不了多久 就会后悔默契 对于贺涵的建议 罗子军却不置可否 因为他还没有下定决心 就这样不留情面的对陈俊生 才过了这几天啊 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小白兔罗子军 要被生活逼成角斗时上战场 做坏事的人 不会比你好过到哪去 你管好自己和平儿 我来收拾他 唐静简直是好闺蜜的最佳范本 见到罗子军如此被欺负 他也是毫不避讳的亲自下场 跟陈俊生和玲玲开私 唐静先是给陈俊生公司 写了一封匿名举报信 举报玲玲升职的速度和加薪的频率 比别人都快 导致玲玲被人事约谈并调查 陈俊生知道后立刻去找人事 玲玲工作做得好 这有目共睹 理所应当升职加薪 我现在非常公正和客观地告诉你 就这个职位 你们真找不到一个 比玲玲更适合的人来做 在陈俊生的一再追问下 人事牢里透露出 举报玲玲的人是唐静 陈俊生立刻找到唐静 诉说玲玲这些年来 靠努力工作 在公司站稳脚跟十分不容易 恳求唐静将举报信撤回 而唐静怎肯倾劳她了 你不是喜欢玲玲嫌弃罗子军吗 那正好现在有一个机会 让玲玲也回家做家庭主妇 唐静坚持不撤回举报 于是玲玲又一次被人事约谈 他们希望玲玲自己主动离职 以免影响陈俊生在公司的发展 玲玲有些气急败坏地 来找罗子军质问 罗子军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玲玲破坏了她的婚姻 抢走了她的老公 她还没有去找玲玲 玲玲怎么有脸来找自己 而且她对唐静举报玲玲的事情 一无所知 我本来不想跟你抢陈俊生的 该我的总归是我的 如果不是我的 强也没有用 但是你和唐静非让我丢了工作 那就等于逼着让陈俊生来养我 我会配合的 而且我也很高兴 有一个人一起跟我承担我的家庭 小三当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估计玲玲也是第一个 她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说 罗子军卑鄙 原来在人之前 人畜无害的罗子军 也不是那么简简单的 做事情也挺卑鄙的 你之前不也跟我装作姐妹讨论 我们俩谁更卑鄙 扯平了 反正你这么做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那如果我对你第三下司 你会把我老公还对我吗 玲玲是注定要把小三当到底的 罗子军的话自然无法改变她的心意 然而玲玲却没有主动辞职 因为陈俊生告诉她 公司周一将有一位新的合伙人到来 而她的去留也将掌握在 这个新合伙人手里 周一很快就到了 没想到这个新合伙人就是贺涵 连陈俊生都成了贺涵的下属 陈俊生和玲玲都有些吃惊 觉得贺涵是唐静的男友 也算是罗子军的朋友 他是肯定不会放过玲玲的 那个玲玲 之前参与过的项目 做过的工作 有存档的全都给我找出来 但是看过玲玲的工作存档后 贺涵却并没有辞退玲玲 反倒是向陈俊生夸赞了 玲玲的能力和工作态度 同时也希望陈俊生在公司和玲玲 保持正常的工作关系 贺涵就是这样一个公司分明的人 他从不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 大概这就是他和唐静 经常会因为工作和感情 产生分歧的原因吧 这么多年过来 陈俊生加班的加班 出差的出差 有了点时间 还有搞搞婚外恋 这跟我一个人带孩子有什么区别 陈俊生请律师跟罗子军 谈贫儿的归属问题 律师各种描述单亲妈妈的不义 如果贫儿跟罗子军一起生活 不仅将来生活水平可能下降 资源也会落后于其他同龄人 等贫儿长大后 他是个无能的母亲 这是他的儿子 他答应过的 他说过贫儿的生活质量 不会因为离婚下降 他说过的 他是答应的 那不就完了 前提是孩子抚养权得归他 罗子军备受打击 他没想到陈俊生真能忍心 把贫儿也从自己的身边夺走 罗子军想去找陈俊生理论 唐静却劝他先回家 晚上他和贺涵会请陈律师过来帮助他 但罗子军坐在唐静家里的沙发上 突然觉得律师说得很对 现在连他自己都是个雷坠 贫儿跟着他可能真的会受罪 他想要停止胡思乱想 于是找到了唐静家里的几片安眠药 又把酒当作水把要扶下 然后就昏睡过去了 贺涵拿着涮火锅的材料来到唐静家 发现沙发上昏迷不醒的罗子军 又看到桌子上的安眠药 以为罗子军自杀了 立刻抱着他赶去医院 同时给唐静打去电话 罗子军醒来时 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魏力还隐隐坐头 贺涵告诉他 刚刚医生给他洗了胃 并且气急败坏地将他数了一通 罗子军却表示 自己其实根本没想要自杀 只是想好好的睡一觉而已 贺涵却劝告他 这样做对平儿抚养权的争取 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果你还想争取你孩子抚养权的话 你绝对不能承认你自己是不想活了 否则的话 你觉得人家会把孩子交给一个 有自杀倾向 或者要靠安眠要入眠的母亲吗 这时唐静带着陈俊生 也赶到了医院 看到罗子军这样 他虽然感到有些自责 但他却仍然要争夺平儿的抚养权 并且劝罗子军不要感情用事 还是得为孩子未来发展考虑 至于咱们呢 还是那样 我养你 养到什么时候都行 钱要不够呢 我再努力赚 简直是要性病狂 我这个母亲再没有 要比你这个不要脸的父亲 跟那个后妈夹起来 钱啊 快滚 陈俊生被罗子军赶走 临走时还碰到了罗子军的妈妈 妈 陈俊生你还 妈什么妈呀 你个混蛋你啊 我认为让你害残了我女儿 你个混蛋啊 你快要恨死我了 都恨死我 你恨死我了 幸好唐经及时出现 告诉罗妈妈罗子军没事 他才肯罢手 不然非把陈俊生也垂住院了 唐经这回也意识到 平儿对罗子军的重要性 于是唐经答应罗子军 无论如何也要帮他 征回平儿的抚养权 但首先罗子军要做的 就是振作起来 找一份工作 让法官看到 最起码可以负担起 他和平儿的基本生活开支 人在一辈子当中呢 总会有那么几个时刻 逼着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 你觉得你现在还走不到 其实是因为你还把自己当作一时无忧的陈太太 改朝换代了自觉 你想到处境不必打工没好多少 闭上眼睛 转换一下角色 为了让罗子军向法官证明 自己有能力抚养平儿 唐经逼着他去理发店 把他人的头发剪短 然后去应聘营业员 服务员 化妆品销售 这些曾经他看不起的工作职位 而罗子军穿了一身鲜艳的红色大衣 去百活公司面试 结果经理认为 他肯定是个养尊处优的阔台 找这份工作只是想出来体验生活 自然也不会用它 而且临走时还不忘提醒子军 下个月呀 我们的是中年庆 折上折 快来抢货 这还没赚到钱 自己的钱包先被预定了 之后罗子军又去了几家公司应聘 得到的回复都大同小异 他既没经验 又给自信 还给人一种来打工 都可能带着保姆的感觉 几乎没人敢拼应他 于是罗子军打了退糖果 糖精却比他还着急 我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那会儿 比你现在胖的毕可多了去了 那我三十七了 我不是二十多岁呀 嗯 那算了 皇帝不急太监急 嘴里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 一点苦都吃不了 我不管了 又不是我儿子 回到糖精家后 罗子军看到品儿天真的笑脸 决定第二天再卷土重来 他来到一家化妆品店 但是店长告诉他 这份工作虽然表面上轻松 但是需要每天上火下火 这苦他是吃不了的 但罗子军却哭着 求店长给他机会 我不是吵架 是离婚了 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 才能找去到我儿子的抚养圈 我虽然什么事都不会做 但是我可以好好学的 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 他们都不要我 你至少给我今天 让我试一下好吗 罗子军哭的店长有些新闻 于是决定让他先干几天试试 店里做工作 不能哭的 要笑 皮夹子掉了要笑 客人骂你你更要笑 任何时候你要笑 来笑个给我看 哎呦 笑得你哭还难看 这个店长还是挺善良的 不过很快他就有可能 因为他对子军的善良而后悔了 第二天罗子军打扮得美美的去上班 还时不时的照照镜子 诶 小罗啊 过来 搭个手帮我搬一下 饮料不够我管的 我管化妆品 诶 诶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 你是店里的员工诶 叫你干什么就要干什么的 当然了 主要是负责化妆品那一块 罗子军只好过去搬 但他穿了一双鞋跟很高的高跟鞋 搬东西无法站稳也只能脱掉 小心翼翼地搬完了货物 随后店长又端来一盆水 加了消毒液后 安排罗子军每天到店 都要先擦货架和收银台 但罗子军却想管店长要手套 因为不戴手套 他的手会过敏褪皮 忙碌了一上午 曾经对食材各种挑剔的罗子军 如今连午餐盒饭都觉得很好吃 唐静过来看罗子军 罗子军直接用掉了唐静半瓶的护手霜 又用高跟鞋交换了唐静的平底鞋 然后直呼这才是脚踏实地的感觉 终于熬到了下班 罗子军直奔死关会所驱作水疗 但自己卡里的钱 早就被他的妈妈妹妹挥霍完了 于是他只好先用了唐静卡里的鱼 唐静知道后十分无奈 白天做牛做马的上班 晚上花这么多钱去按摩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演戏国家家呢 不是我不舍得让你用我的卡 是你实在不能这样一边上班 一边已下了班之后去做按摩 作为你的精神一直支撑吧 不可以再受药的卡了 起码这个礼拜不可以了 不过罗子军刚刚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节奏 店里就来了一个不断试装 却不愿意购物的客人 分明就是来曾化妆品的 罗子军忍不住跟他吵了架 最后还遭到了投诉 于是店长迫于经理的压力 只好把罗子军解过了 工作短短几天就失业 罗子军也备受打击 他自己不找让你帮他找 他什么大学生 他比大学生难搞多了好吗 你同情他可怜他 你可以给他送东西 送钱送温暖 但是工作不宜 人家不会因为他可怜 就给他提高工时费 罗子军被化妆品店辞退后 再次新会议了 于是唐经请贺涵帮罗子军 找找合适他的工作 贺涵把罗子军介绍给一家奢侈品店的经理 虽然他对罗子军头疼不已 但还是十分耐心的传授给罗子军 面试以及工作的经验 有了贺涵的指导 罗子军的面试十分顺利 他对各种奢侈品侃侃而谈 这个经理肯定想不到 罗子军以前正是这些奢侈品店的常客 顺利的得到这份工作职位后 罗子军满面春风的回到家 由于面试他拜托保姆亚秦帮忙接瓶了 曾经对保姆指高气昂的他们 也终于学会对亚秦真诚的感谢 不料陈俊生也正好在家 得知罗子军找到了工作 陈俊生还上前假装关心 罗子军对陈俊生的感情和依赖 在短时间内从有到无 这样的转变令陈俊生也有些不适宜 但他还是觉得罗子军这份工作难以做长 于是继续跟律师讨论 争夺儿子抚养权的问题 律师给陈俊生出主意 要潜移默化让平儿形成一个观点 选择爸爸就什么都有 选择妈妈就一无所有 但陈俊生还是希望孩子主动提出跟他在一起 而贺涵也受唐金的委托 帮罗子军找了李律师打这场官司 众人一起来到贺涵家的大房子商量 看到罗妈妈和他不争气的二女婿白光 总是吵得不可开交 于是李律师叮嘱他们 一定要停止争吵 并且在法庭上表现出和谐的家庭氛围 这样才能帮助子军得到平儿的抚养权 法院即将开庭 见他们到法院门口 仍旧还在争吵 罗子军叫住他们 并向他们身居一躬 军军你这是干嘛呀 今天对我很重要 谢谢你们大家了 拜托你们 一定好好的 一家人呀 什么帮不帮的 应该的呀 什么脑子坏掉了 我们不帮你帮陈俊生啊 来都来了 总不能捣乱嘛 在法庭上 陈俊生的律师 对双方家庭背景做出对比 陈俊生年薪150万 可以给平儿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 陈俊生的爸妈属于知识分子 而罗妈妈教育程度低 且与多名男子有来往 而且罗子军的妹妹子群和白光经常吵架 白光甚至有暴力倾向 罗子军曾经花钱如流水 并刚找到薪水不稳定的销售员工作 被陈俊生的律师一击 罗子军的家人们瞬间忘记 他和李律师之前的叮嘱 在法庭上闹得鸡飞狗跳 家庭氛围也不言而喻 幸好休庭时 贺涵及时送来了 陈俊生的加班和出差记录 同时还鼓励罗子军 李律师以此指出 陈俊生并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平儿 最后罗子军的陈俊环节 他并没有按照李律师 事先给他准备好的稿子 而是对着法官如实地诉说了自己的心声 我们的家庭虽然会吵 会闹会打架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永远吵不散 打不散的 因为我们想起这个家 就是觉得很温暖很大似的 我想你们应该都像我一样 觉得孩子在一个物质条件差一点 但是彼此依恋的家庭下长大 好过在那个物质条件好 当然却人心涣散的条件下长大 我以前是没有工作 但是我努力了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我一定是有办法养活我的儿子的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子军也成功胜足 得到了平儿的抚养权 激动的子军觉得恍如格式 他只记得贺涵鼓励自己的话 是他带给了自己力量 离婚官司胜诉后 罗子军不仅获得了平儿的抚养权 陈俊生的房子也被法院判给了他 罗子军晚上带平儿和亚琴出去吃饭 陈俊生也闻讯赶来 并且殷勤的把账结了 但子军对此并不领情 陈俊生又提出要送他们回家 平儿也模仿罗子军的口吻 陈俊生坚持要送他们 还说给平儿买了新的子行车 罗子军只好同意 到家后陈俊生终于说出了他这次的来意 由于房子被判给子军后 他和玲玲一直在租房住 而他的父母也想要搬过来住 所以他想和玲玲搬回这个房子里 再给子军按揭买一套小房子 并且会一分不少的给子军 补两套房子之间的差价 我就想你多少能不能念点旧情 念个旧情 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念过旧情吗 我不是没有求过你 我求求你念念旧情 不要抛下我跟平儿 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怎么说的 那就当我没说 我在想别的办法吧 但是陈俊生要走时 子军却突然心闻 因为陈俊生曾经给过他依靠 看着他如今软弱无主 他仍然无法坐视不管 就过来找子军谈房子的事 说已经给他选好了房子 而子军昨晚才答应他 所以这显然是陈俊生和玲玲提前就准备好了 陈俊生还给了子军一张存有二十万的银行卡 并表示剩余差价会分期付给子军 好 我搬过去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以后给我和儿子每个月的抚养费都加两千块 房子小点我无所谓 但两千块直接影响到我跟平儿的生活质量 怎么了 不舍得啊 不是 就是突然觉得像变了个人 那你要我怎么样 还是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然后你煽情到几点 我就痛哭流地伤心欲绝 最后还是成全你们委屈我自己 对吗 我去世能把我给的都给你了 没有其他的 你不答应我就加到三千了 你记住 是你逼我的 陈俊生自知理亏无力辩解 但玲玲跟陈俊生在一起后 却逐渐露出狐狸尾巴 他也开始注重起了护肤和保养 还寄给子军一堆搬家用的箱子 催促子军赶紧搬家 子军和唐经去看了陈俊生 给子军买的新房子 虽然觉得这里的环境并不怎么样 但是为了差价和每个月 多加的两千块钱 子军还是决定搬过来住 唐经也觉得着急赶子军走的人 可能不是陈俊生 而是玲玲 他很担心子军将来会吃亏 你听我说 你去找陈俊生 让他给你写一张欠条 两年之内再补偿给你五十万 要不然你就不搬 他嘴里说今后补偿 口说无凭 必须落到白纸黑字 还有这笔钱玲玲必须知情才行 罗子军怕自己要的太多了 唐经却觉得大小房子的差价不止一百万 五十万加二十万才七十万 亏的人其实是罗子军 而看到欠条后 玲玲果然炸了锅 又不是五万块钱 都给了他 我们日子怎么过呀 不当时说好的是二十万吗 你态度很坚决 要我说你就不该这个时候 把箱子送过去 这不是撵得走的意思吗 你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 见到陈俊生发唬 玲玲又开始哄陈俊生 并且提出自己去跟罗子军谈谈 第二天罗子军见玲玲之前 刚好贺涵邀请他和唐经晚上吃饭 知道玲玲要见他后 于是贺涵给出建议 见到他之后 你告诉他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因为你要马上回店去上班 指导原则是 他如果强势 你就要比他更强势 他如果扮弱者 你就要比他更弱 罗子军并没有挂到语音聊天 于是贺涵可以一直听着他俩的对话 这次玲玲选择假装弱者 博取罗子军的同情 我其实工作特别忙 中午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 好的 我知道你特别恨陈俊生 一定激了不少怨气 我今天来就是准备让你来出气的 今天我们就把旧账都算清楚了吧 你开心吗 算清楚 怎么算 罗子军听后刚想要跟玲玲发火 贺涵就发来了信息 冷静 不发信 不指责 他和陈俊生就永远欠你 这个账呢 没法算 如果你今天中午 就是来跟我说这些 我还是别说了 因为这笔账怎么算 你跟陈俊生都是签文 玲玲恳求罗子军 把五十万降到二十万 当罗子军正犹豫时 贺涵又发来信息 如果的话就不能收回 不能让步 否则你就是一个 可以被讨价还价的人 后患无穷 于是罗子军拒不妥协 大不了就不搬了 十分钟很快就到了 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 在贺涵的指挥下 子军终于站了回上风 而玲玲怎么也想不通 之前被自己各种算计 当软狮子捏的罗子军 如今竟然变得这么难以对付 你现在要这么多的钱 做人不能这么狠 我一直认为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怎么现在你变得这么狠 你们让我跟儿子 搬到小房子去住 两套房子之间差价一百多万 我只要五十万 不多 玲玲跟罗子军谈判失败后 陈俊生的父母也来到了子军家 向子军打出了感情牌 让子军不禁有些犹豫 但很快他就想起贺涵说过的话 他不能妥协 更不能让他们觉得 自己可以讨价还奖 于是坚定地拒绝了 陈俊生的爸妈 你们刚才说我变了 没错我是变了 所以麻烦你们回去 转告你们儿子 以后有什么事 直说 不要再浪费时间 最后陈俊生只好答应罗子军提出的条件 于是罗子军带平儿搬到了新房子 以前凭上学 走路很快就可以到 现在还要坐三站地的公交车才行 而且刚搬到这里 平儿很不适应 一直吵着要回去睡 连续吵闹了几天后 罗子军只好找来了唐经帮忙 他们尽可能地把家装扮得亮亮堂堂的 大家也不是开车了吗 你要带我带我回家呀 这就是你的家 那边的房子都已经有别人住了 妈妈在哪儿 哪儿就是你的家 但是爸爸还住在那里对不对 你奶奶还住在那里对不对 妈妈就能够别人家的呢 因为那儿还住了一个你不认识的阿姨 唐经 平儿仍然每天晚上哭闹 而唐经工作也十分繁忙 他甚至一边书页还一边工作 由于没有时间关心子军 于是唐经只好拜托贺涵 帮他买一些玩具去送给平儿 贺涵心疼唐经 只好答应了他 他让秘书去仓库 找出上次做活动时用的变形金刚模型 十分费力地搬上了车 还给子军带了一些预知菜 并且亲自帮平儿把大黄蜂组装起来 这招对小孩果然管用 他喜欢吗 超级喜欢 那你以后是喜欢住在这儿 还是喜欢住到以前的房子去 当然是这儿了 哄好了平儿 贺涵又帮不会做菜的罗子军加工了菜 本来他不想留在这吃饭 走到楼下却又反了回来 继续给罗子军传授职场经验和心灵鸡汤 教导子军找到突破口 贺涵走后 子军仍然沉醉在贺涵带给他的这份温存礼 但他知道贺涵只属于也只能属于唐经 玲玲和陈俊生这边也同样不太安宁 玲玲费尽心思地伺候陈俊生的父母吃早饭 却遭到冷眼相待 吃个早饭用得着这么辛苦吗 我不吃油腻的东西 以后啊 你把你自己和你的儿子管好 不要给俊生添麻烦 我们就往里头喝了 家亲昨天跟我说你们给他买了流沙包 他都跟我说了 谢谢你们 那是因为我们看着孩子小就被带到别人家来住 整天都是战战兢兢的 再想想我们自己的孙子 被你这么一搅红啊 连自己的家都不能住 哪一天也会被带到别人家去住 我现在一看到你的儿子 就想到我们家的平儿 都是你们俩造的孽 玲玲无法反驳 更不能发火 却仍然只能装出一张笑脸 周末平儿被接回来跟爷爷奶奶玩 他来也是给平儿准备了好多玩具和零食 却只给了玲玲的儿子两瓶牛奶 让玲玲尴尬不已 只能带自己的孩子躲出去看电影 不得不说 对于玲玲这种高龄小三来说 陈俊生爸妈的做法 还真是令人洁气 子俊工作的鞋店 刚才来了一个十分挑剔的顾客 各种视鞋折腾了他们大半天 什么也没买好 被子俊的同事各种咒骂 子俊不禁回想起 曾经的自己不就是这样的顾客吗 这时店里又来了一位漂亮的女顾客 而她正是子俊的老同学米雪 子俊认出米雪后 想要躲却没躲开 只好全程低头帮她试鞋 却还是被米雪认了出来 子俊 子俊 真的是你啊 你好好巧 你怎么会在这里卖鞋啊 是你们家代理的品牌 还是你来体验生活啊 不是我在这里上班的 米雪见到希瑞的阔太太 现在如此落魄 心里不禁有些得意起来 于是笑着拿出手机给子俊拍照 然后附上电名发到朋友圈 还没齐名约 帮子俊宣传 让大家帮忙过来照顾生意 当得知子俊离婚后 他更是变本加厉的袍根问题 弄得子俊十分干扰 赶紧抽身离开 但米雪却又跟子俊的同事讲起了 子俊离婚前奢华的生活 引得子俊的同事 也过来问东问西 子俊心里十分气愤 在此时却回想起贺涵对他的教会 记住你来工作是来赚钱的 不是来交朋友 如果能交到朋友 那是惊喜 交不到朋友才是正常 所以现在做到韬光养晦 做好自己的业绩 任人评伤 你自己的业绩做好了 自然会有人来成为你的合作 于是子俊压住心中怒火 并找出店里一年都卖不出去一双的 限量款手工鞋 亲自给米雪穿上 然后各种工位米雪 是不吝啬的有钱人 同时也拿出手机给米雪拍照 最后米雪不得不打中脸冲冤大头 姚家买下了那双9800的限量款 米雪走后 子俊的同事都把他围了起来 让他传授卖一些新的 子俊以前哪有什么卖一些的经验 只不过是十分了解 这些有钱人的心里罢了 他们中的很多人呢 也不是有钱到 把人民币当橘子皮的程度 都是半瓶子墨肉 荒荡的厉害 知道吗 有一百万 恨不得有十个亿的样子 混到这种人呢 先把他捧上天 让他刷够了存在感 这时候再推荐一样 对他来说相对没那么贵的东西 他肯定就买单了呀 这要是很贵的东西 他也不舍得买的 还要反过来说你东西不好 子俊的同事听了 觉得自己也应该先价格有钱 然后再回来继续卖鞋 子俊却对此深有体会 子俊逐渐在这家店站稳脚跟 也证明自己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而这些全靠贺涵的教导 他甚至在心里设想 如果自己不是唐金的朋友 那么他一定会爱上贺涵 俊盛 IMX没有了 只有浦东才有 会不会太远了 不远 平时不想看吗 嘉欣不想看吗 那咱要去呗 可是一开始还有两个小时 你回来吃饭可就来不及了 平时过来跟爷爷奶奶过周 玲玲的儿子嘉欣备受冷漠 于是玲玲要带嘉欣出去看电影 但当陈俊生准备开车送她那时 玲玲却偏偏挑了 罗子俊卖鞋的那个商场 由于店还有两个小时开场 于是陈俊生先陪玲玲逛街 被玲玲静置带到子俊所在的鞋店 我们去这家店看看好吧 这家东西蛮好的 随便看一下 这家的鞋子挺好的 但是就是有点贵 喜欢就买了 挑双喜欢的试试 由于玲玲看上的那双鞋 柜台上没有她的尺帽 于是子俊的同事 韩正在整理仓库的子俊拿一双出来 子俊 51390帮我拿一双327码 谢谢 好 马上 要不就算了吧 我去别家看看 别爱太太两分钟马上就拿过来了 我觉得这双挺好的 那双不要拿 行 子俊不用拿了 客人不要了 谢谢 知道了 看这个 这挺好的 就这双嘛 你们看电影 咱赶时间 对 要不就算了吧 我觉得 不好意思 谢谢你 我去别家再看看 一番拉扯后 玲玲终于磨蹭到子俊从仓库里出来 他以为当罗子俊看到他挽着陈俊生的胳膊 带着自己的孩子出来逛街 罗子俊可能会愤怒 会难受 但是罗子俊和陈俊生四目相对 迟疑了半分钟后 罗子俊立刻对玲玲笑脸相依 还热情地蹲在地上给他试鞋 每个号只有一双 保证不会撞鞋的 来 我给您试 不用了 不用了 那个 就这双要了 那个 把这个也包起来吧 你不是这个也喜欢吗 一起都要了 一万零五百 立马没变 没变 此时陈俊生的内心 肯定是五味杂陈的 看到曾经养尊处优的前妻 靠着自食其力讨生活 而且蹲在地上给玲玲试心 这种落差肯定会造成陈俊生的愧疚感 而离开鞋垫后 玲玲仍然一路上在陈俊生身边 有意无意地取笑着罗子俊现在 竟然干着卖鞋这么不体面的工作 想让陈俊生更加嫌弃罗子俊 然而却起了相反的作用 当罗子俊的同事得知 刚才买鞋的人竟然是他前夫时 不禁大吃一惊 那你刚才岂不是 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一起吞下去的感觉 你还好吧 我好了很 本月业绩我又稳充第一了 你刚才是抱着什么样的信念 对他们满面春光的 抱着业绩稳充第一的信念 我要是给他们脸色看的 什么都得不到 要是笑脸虾盈呢 还能动脉了去两双鞋 你说哪个话 第二天晚上 罗子俊去陈俊生那里接平儿回家 但平儿却玩得正开心 不愿意走 子俊怕一会陈俊生和玲玲回来 遇到他们会再次陷入尴尬 于是硬拖着平儿下楼 并且顶着瓢泼大鱼往小区外面走 而此时陈俊生和玲玲从车里走出来 还抱着家亲 平儿吃醋地对着陈俊生的方向大喊 陈俊生恍惚听到平儿的声音 回头望去却不见任何人 还以为是错觉 然而回家后 陈俊生的爸妈向他抱怨子俊不顾他们的反对 强行带走平儿 陈俊生才知道 刚才在楼下听到的那声呼喊 却是来自他的儿子 顿时感到一阵心酸 但他又有何脸面去指责子俊 这一切都是他和玲玲一手造成的 我要开始约会了 我跟你的这一页故事 从此就算是翻过去 老周你也听到了 以后如果我带男朋友 或者他带女朋友过来 你还有个心理准备 我就当玩笑经了啊 贺涵和唐静恋爱十年却没结婚 并非不相爱 而是造化弄人 但唐静终于决定要分开这一页 跟贺涵做一次感情上的了断 并且要和十几年没见的大学同学开始约会了 十几年没见 根据前人的经验 这一般都是那种相见不怀念的 你情商智商都这么高 你不会真的相信 十几年没见还能一见钟情 再减结婚吧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的情商智商都那么高 我跟这个人是相见好还是怀念好 这不重要 这个人是谁甚至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开始接受其他的 贺涵其实多次说过 要跟唐静结婚 但是却因为唐静对婚姻没有安全感 每次都被婉拒了 并且唐静有感情洁癖 所以喜欢贺涵的微微安 故意制造两人间的暧昧 无论贺涵怎么向他解释 也没有取得唐静的信任 在工作上唐静更是寸土不让 贺涵可以委屈自己 把工作成果和客户都让给唐静 而唐静几乎每次都误解贺涵 相比于唐静 作为贺涵朋友的亚当 甚至更能处处为贺涵考虑 并且在当时独自承担了违约责任 然而唐静却觉得造成这一切的 只是贺涵不够爱他 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 你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 那天跟贺涵分别后 唐静果然开启了新的约会 而唐静新的约会对象 是他的大学同学 以及初恋情恩李锐 毕业后两人分手 李锐去了美国创业 如今回来已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他开着豪车去接唐静 而且一见面就送给唐静一个几万块的名牌手镯 不过被唐静拒绝了 李锐的言语中带着炫耀 唐静也尽量表现的 对李锐的美国经历饶有兴趣 人的约会气氛看似十分融洽 第二天李锐接唐静想去吃日式料理 于是唐静把他带到老卓的店 老卓看到后 立刻拿出手机给贺涵发视频 我在日本有一家三星的米其林餐厅 我经常点一道菜 寿司黑鱼子有吧 寿司有黑鱼子没有 新卖完了吗 自然是不待见唐静的这位新欢 于是唐静从中调解 点了一些其他菜品 过了一会 贺涵闻讯赶来坐在临桌后 老卓却主动大张旗鼓地给他上了一盘黑鱼子 李锐为了在唐静面前找回面子 立刻起身要高价买那盘鱼子 贺涵却态度十分强硬 不用说了 不卖 下次吧 下次也不卖 多少钱都不卖 省得让一外行啊 抱歉天物 老卓看热闹不嫌适当 看似调和 实际上却是帮着贺涵 让李锐在唐静面前出丑 咱把这鱼子啊 一是两份 你一份 他一份 这位先生说了 可以double的价 也就是说 是这位先生送给你吃的 听清楚了吗 我送你的 所以你是白痴 既然李锐已经有了明显挑衅的话语 贺涵就不能再惯着他了 于是老卓把手中的黑鱼子递给贺涵 贺涵一把将整盘黑鱼子 全扣在了李锐的脸上 而李锐这一默默的表现 也确实无法入唐静的眼 他以为唐静的眼光 还像十年前一样 所以重逢后 先是各种需要自己混得很不错 在约会时 鄙视老卓的日料店不上档次 还为了表现自己而强买别人的食材 挑衅并骂贺涵白痴后 被扣了黑鱼子也不敢吭声 估计李锐在现在的唐静眼里 只会觉得案子好笑 根本引起不了唐静对他的崇摆 所以下一次的约会请求 理所当然的就被唐静推脱了 小姐 我喜欢你 我觉得这 别什么不好承认 我知道 你离婚不久 可能也没准备好再找个什么人 不过这样 就算我先排的队 你如果想找一个好人过日子 你就考验我一些 看我老金行不行 老金是子君所在商场收获部的经理 一次偶然他在上班的路上遇到子君 于是顺路送子君去商场 此后老金就主动每天都顺路接送子君母子两 成了子君的免费司机 子君在同事们的口中得知 老金的前妻怀着孕就出轨了 连孩子都没有生下 就跟老金离婚了 在别人眼中 老金是个体贴又厚道的证人君子 而子君心里其实也明白 老金对自己是有好感的 而且这个时候有个人愿意照顾他和平儿 也是他十分需要的 你别有心理压力啊 你也不用马上答复我 你该坐我车还转坐我车 如果有一天有人愿意接送你 你也愿意让别人接送你 那我就走了 老金离开后 贺涵也从车里走出来 他过来替陈俊生接平儿 而老金和子君刚才的对话 他都听见了 但贺涵并不看好罗子君和老金在一起 但是想比你第一次恋爱结婚 你这次应该更清楚了解 自己想要交往的对象是什么样子 他现在生活的样子 就是你未来生活的样子 基本上是 而现在子君还顾不上考虑未来生活的模样 至少老金能给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保障 一来二去 平儿也对老金产生了亲切感 于是平儿恳求子君邀请老金去家里吃饭 但子君其实只会做两道简单的菜 老金却拎着一大堆新鲜食材和小食品上门了 也顾不上谁请谁了 老金直接下厨给子君和平儿做了一桌好菜 然后让他俩闲吃 自己却帮着修理好了花洒和水管 等他们吃完还勤快地刷完脱底 正好唐金过来找子君还没吃饭 老金像是主人招待客人一样 也给唐金端上了他热好的饭菜 然后潇洒离去 于是连唐金也忍不住称赞老金 这完全是南版的田螺姑娘哎 陆子君 你这次算是密到宝了 你要真的跟老金好了 下半辈子你就可以在家里甩手甩脚横着走了 不光是唐金对老金比较放心 子君的妈妈见到老金后也是十分满意 虽然第一次见面 他就又问房子有打听存款的 让子君有些尴尬 罗妈妈十分赞同他俩继续交往下去 然而白光因为跟子君吵架 而挨了子君一顿骂后 在子君家楼下遇到老金 于是故意把子君描述的极其爱慕虚弱 还告诉老金 子君的前夫是年薪百万的外企高管 出差就是五星级酒店 坐飞机都得是商务舱 令老金十分惊讶 你是说子君以前前夫是这样的 罗子君现在是被他老公甩了 离婚了 他现在才变成这样 以前他看得起谁啊 对家里那保姆15喝溜的 就是一女版皇室人 我随便问问啊 有车吗 有啊 汽车还是自行车啊 那我觉得你至少得先把车换 人家以前那是非宝马不坐啊 白光的话 让老金滚烫的热血顿时量了几分 也心生惬意 在容貌上他本就有些自卑 现在更怕自己的经济能力 配不上曾经的子君 于是开始变得纠结起来 连选择跟子君到什么地方吃饭 都会先思考一下够不够档子 老金生日这天 子君邀请了唐金和贺涵去餐厅吃饭 一是介绍他们正式认识 二是让贺涵挽留即将去香港工作的唐金 但餐桌上贺涵和唐金却各说各话 谁也不肯放下身段求后 于是不欢而散 但老金所关注的重点却不在这里 贺涵抢先一步结了账 他却无论如何也要把钱还给贺涵 望着唐金和贺涵开走的豪车 老金很怕子君会嫌弃他的破车 子君跟老金说着贺涵和唐金之间感情的事 而老金却完全和子君不在一个频道 他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赚钱能力和他们相差甚远 第二天老金又来帮子君秀眉气躁 而唐金让子君回请老金参加他的欢送聚餐 却被老金拒绝了 因为在老金看来 他与唐金与贺涵根本不属于同一个圈子的人 老金再次向子君表明想跟他结婚的意愿 但子君只给出了模棱两可的答案 称自己暂时没有做好重组家庭的准备 并表示自己目前除了老金 也没有其他比较信任的人 于是老金又提出 他会脱关系 把子君调到企划部 这样他就不用再每天辛苦卖鞋了 子君十分感动 从抽屉里拿出他提前买的两张加油卡给老金 老金却误以为子君是在支付他开车的油费 见老金有些失望 子君又赶紧送老金到门口 并主动提出 老金要不以后晚上没事 那就来家里跟我和平儿一块吃晚饭吧 真的 那太好了 其实一个人吃饭总是冷冷清清的 再好的饭菜也吃不出味道来 现在人多了 我肯定调着样给你们做 从今往后 我保证管理好你们娘俩的常位 其实子君此时已经决定接受老金了 毕竟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老金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 愿意照顾他和平儿 子君已经不敢再有其他奢求了 因为如果连老金也失去了 他的处境很可能会更糟糕 晚上赫涵把唐靖留下的实习笔记交给子君 并且对子君在鞋垫的城汽刮目相看 子君也顺便向赫涵提了一下 他想去企划部的事情 贺涵其实已经看出 在这件事中 老金心里打了什么算盘 因为企划部跟收货部在同一个楼层 而如果子君去了企划部以后 子君和老金将来可就会低头不见抬头脚 到时候他来想不在一起可都难了 但是看到罗子君现在如此信任和依赖老金 所以贺涵暂时没有告诉子君 老金想要借助自己平时的人外和面子 破格把子君调到商场的企划部 却被企划部经理和人事经理相互推托 这对员工是有要求的 你比如说会不会会图软件 会不会制表软件 学历 还有 这是子君闻讯赶来 试图劝走老金 毕竟为了这件事 在公司和人事大吵 对老金和子君的影响都不好 然而老金不但不走 还继续变本加厉的吵 眼看着气氛越来越僵持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是贺涵跟商场的执行董事 谈笑风生的走了进来 他也为了子君的调动而来 刚才老金吵得面红二痴 也没解决的事情 却被贺涵谈笑风生聊的天解决了 老金觉得自己在子君面前丢了面子 于是气愤离君 贺涵离开商场时 被等候在门口的老金拦住 老金提醒贺涵不要脚踏两只船 他的正牌女友唐经即将前往香港 他不挽留 却来多管子君的闲事 贺涵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两人不欢而散 几天后老金要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 约子君也一起参加 子君为此精心打扮了一番 还穿上了很久都没穿的名牌大衣 气质一下就上来了 然而老金却嫌子君穿的衣服太划贵了 觉得参加这样的聚会十分不同 非让子君上楼重新换一身 而子君却觉得这样穿并没有什么问题 是老金想多了 老金坦言这确实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看到子君身边的贺涵和唐经 以及子君的前夫条件都那么好 他本身就已经觉得很自卑 而如果再让他自己的朋友觉得是他高攀了子君 那他就更没面子了 不得不说老金的想法有点扭曲 对于老金的小心思 子君心知肚明 所以这次他并不愿意让步 然而老金固执己见 同样不肯让步 于是子君委婉表示 今天并不是老金带他去见朋友的最好时机 于是静止走回了楼上 子君终于明白 他和老金其实陷入了一种相互克制 却又委屈求全的关系中 表面上安全友善 实际上却并不幸福 而他俩的这段关系 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下班时子君本来开开心心的打扮好自己 准备去赴老金朋友的聚会 但老金却觉得他的衣服太过滑贵 让他重新去换一身 但最后双方都不肯妥协 老金只好独自去和朋友聚餐了 然而老金半夜喝多了 又来找子君道歉 他还哭了下来 因为即使子君离婚了 他的气质和努力 再加上身边的优质人脉 仍然能让他在云云众生中脱颖而出 但老金却十分自卑 他本就跟子君不在同一个阶层 于是只能极力的讨好子君 子君 你放心 我以后你还要穿什么就穿什么 你还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行了 行了老金 明天再说吧 子君让老金睡在了沙发上 虽然老金仍旧委屈求全 但子君明白 老金的这种扭曲心理 将来仍然会令他纠结痛苦 于是他打定了主意 要跟老金划清界限 因为好的婚姻是相互成就更好的自己 而如果跟老金结婚 那可能意味着他将来要为了照顾老金的面子 远离唐金和和寒这些朋友 然后扔掉他所有的好衣服 从此穿得普普通通 来配合老金的面子或喜好 甚至将来他在公司的职位比老金高了 也可能会遭到老金的嫉妒 仅从这一点上来看 子君如果和老金在一起 的确将是个糟糕的选择 第二天早上老金早早起来 为子君和平儿做了早餐 送平儿上学后 子君向老金提出 以后不再需要老金接送 任凭老金如何挽留 但子君心意已决 然而老金仍不甘心 上班的时候 他找了四五个同事过来 劝说子君 无奈劝说无果 于是开始口无遮拦 见找人来劝说没用 下班后老金又自己来找子君 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子君拉扯 正好贺涵来找商场的执行董事谈事情 于是帮子君解了围 都说爱就见人心 分手见人品 而老金却当着商场里大家的命 通骂子君和贺涵 让子君现在流言蜚语之中 老金此举可以诬陷子君败金 为了贺涵而放弃了他 从而继续给自己在商场维持一个老好人的形象 子君坐在贺涵的车上 不禁感叹得罪老好人的代价可真的 贺涵却客观地指出 是老金追求他的方式不对 他可以追求但不能纠缠 他可以对子君好 但是不能道德绑架 老好人老金其实有他自己的计较 他付出的好 都是需要得到回报了 第二天老金仍然开车到子君家楼下等他出来 为了让老金不再纠缠子君 于是贺涵假装亲密地搂着子君的肩膀出来 故意让老金看到 一路上老金都在给子君打电话 但都被子君举接了 同时子君也从商场里辞了职 既不回去卖鞋 也不去离老金很近的企划部 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从此彻底远离了可怕的老好人老金 辞去了鞋垫的工作后 贺涵推荐子君到下游公司做调查员 还提前给子君准备好了完美的简历 上面写着子君曾经做过电器商场的大唐经理和售后经理等职位 结果面试时人士却叫来了刚好路过的段小天 因为段小天跳槽来这里之前 就在电器商场做售后服务经理 子君深知自己简历上的经历 是贺涵编上去的 正准备灰溜溜地离开 段小天却突然改口 段小天没拆穿子君 假装跟他早就认识 让子君顺利地通过了面试 子君离开时又遇到了段小天 于是向他真诚道歉 路之后子君见到了公司的总经理苏曼书 苏曼书听说他是贺涵介绍来的 于是对贺涵和唐经的八卦各种追问 但都被子君转移了话题 苏曼书把子君安排到了段小天的手下 段小天给子君简单介绍工作流程后 就安排他复合调查问卷 但由于问卷数量过于庞大 导致子君第一天上班就加班到很晚 段小天好心告诉子君 不要太吹毛求疵 差不多就行 但子君却坚持要认真复合 段小天本想继续指导子君 这是他的电话响了 是他老婆打来催他回家的 子君对段小天的印象很好 以为他是个爱老婆的人 然而没过几天 段小天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他假意要送刚嫁完班的子君回家 但车开到子君家楼下后 段小天却突然锁上了车门 你干嘛 子君 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 我如果能够早点遇到你认识你 我的生活本不该是这个样子 我希望看你认真的工作 投入的样子 而且你这么漂亮 根本就不像已经有了孩子 你独立勇敢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我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段小天这不是陈俊生附体了吗 家里有老婆在等着他回家 他却在外面纠缠着子君 子君委婉地拒绝了段小天 并表示他可以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但段小天却不死心 继续表达着他对子君的爱慕之情 你的意思是 让我做你的情妇和拼头 我不要用这种卧槽的词汇 来侮辱我对你的情感 你要为我离婚 不是我都说过了 婚姻是最愚蠢和荒唐的形式 而我们需要的是 段小天这样的情话 偏偏年轻的小姑娘还行 但现在的子君已经不会再相信了 见段小天如此荒唐 子君也就不再给他留情面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跑出了公司所给我负担的一切 每个月我大概还能送两三万的 算你一个月三万 一年四十万 你在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以外 他要再养一个情妇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我前夫大你很多岁 一年年薪一百五十万以上 他现在换个老婆 替别人养个孩子 还活得捉襟见肘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能力和有钱 在养自己的老婆孩子之外 再去养一个女人和别人的孩子 太自不量力了 说完子君就投也不回地下车走了 段小天本以为子君 没背景没能力更没见过世面 他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英俊外表 再加上他在公司的职位 可以轻松拿捏子君 却没想到贝子君几句话打回了原形 为了完成公司的调研进度 子君主动在一天内 跑了苏州和南京两个城市 然而回来是高铁票去卖煤了 由于答应了平安要回来接他 子君只好乘坐没有执照的黑车回上海 却没想到车开到桥上抛锚了 子君在车上慌人无措 幸好贺涵知道后 貌雨开车过来接他 此时子君的手机已经没电 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贺涵 看到路边站着的子君后 贺涵下车举着大伞 向子君飞奔而来 贺涵狠狠地教训了子君一顿 然后一边搂着子君的肩膀 一边为他撑着伞把他带上车 在车上贺涵问子君 为什么非得晚上冒着雨回来 他明明可以在南京找个宾馆住一夜 第二天再往回赶 子君却表示 自己已经答应平安而回来接他 他只是不想识人 子君也觉得自己对此过于敏感了 自从离婚后他对于贫儿的归属 一直是紧绷着的 宁愿自己安慰也不愿意把贫儿送去陈俊生呢 生怕贫儿被他们夺走 受到贺涵的开导 于是子君给陈俊生打电话 让他再帮忙照顾贫儿一晚 说完之后 子君也顿时觉得轻松多了 与此同时贫儿和嘉青在一起相处得非常愉快 陈俊生对此感到欣慰 而玲玲却开始担忧 贫儿会在这里常住 先是跟陈俊生提出 婆婆照顾两个孩子有些累 于是陈俊生打算过个保姆 玲玲又说家里太节了 保姆可能住不下 陈俊生这次终于硬起了 床书桌都是小事 明天我就可以搞定 至于阿姨让他白天来 晚上我们下班他去走 你见不着 你也不会觉得急 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吧 陈俊生你不会认为 我不让你儿子过来住吧 不管你怎么想呢 我现在想这么干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说话 我是你敌人吗 你不觉得现在你跟我说话 态度跟原来不一样了吗 玲玲又开启了诉苦模式 向陈俊生抱怨了自己 嫁给他之后的不容易 陈俊生听完又开始觉得愧疚了 第二天陈俊生找到子俊 提出平时他家里 可以帮子俊照顾平儿 让他可以安心工作 周末或者任何时间 子俊都可以把平儿接回去 起初陈俊生还以为 子俊不会答应 我知道我这想法有点唐突 不知道你 我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平儿觉得高兴 就让他待在那儿 如果他不习惯 就让他回来 我觉得过去对于平儿 跟谁住的多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 我过于紧张了 而且把这种紧张 带给了孩子 咱们大人之间的恩怨 是我们的事 孩子还让他自己 选择觉得舒服 和安全的方式 这话不像从你最说的 一个朋友教我的 陈俊生对子俊的改变 感到惊讶 女人在逆袭之后 果然是比以前更有魅力了 或许在这个时候 陈俊生就已经意识到 选择和子俊离婚 是他这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贺涵特地从上海 飞到香港出差 并且带着老卓做的日料 约唐经去顶级套房见面 不晓得是 微微安打听到贺涵的行程 现唐经一步赶到 他对贺涵仍旧不死心 并向贺涵深情告白 正好这时 唐经也拿着一瓶红酒进来 两人一向水火不容 唐经又误会 他俩有时转身要走 于是贺涵对微微安下了逐客令 但微微安领走时 却忍不住嘲讽了唐经几句 而贺涵最见不得唐经受委屈 于是叫住了微微安 贺涵为唐经解围 让唐经十分感动 而微微安也只好灰溜溜的离开 而贺涵在唐经和微微安之间的选择 也不言而喻 唐经为刚才的解围向贺涵道谢 贺涵却斩钉截铁的表明 刚才的那些话并不只是解围 唐经你记住 不管在上海还是香港 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唐经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 正确的 可侵犯的 这次唐经终于下定了嫁给贺涵的决心 于是他擦拭了眼泪 跟贺涵去吃了消逸 两天后 微微安带着他的新男友来找唐经 并向唐经承认了 当初跟贺涵的亲密照都是他伪造的 其实他们两个什么都没发生过 经过昨天贺涵的表态 他现在已经决定放弃了 不然自己也快老得没人要了 他还帮唐经订了最好的餐厅 并祝福唐经和贺涵周末愉快 这次唐经彻底解开了新结 于是主动找贺涵浪漫约会 唐经跟贺涵谈到微微安主动来找他成亲的事情 虽然唐经的心结解开了 但他却清楚地认识到 这十年间他俩之间的问题 并不仅仅出在微微安身上 在剧中贺涵一共三次向唐经求婚 但其实细细品味 这三次都是他逼不得以采求的婚 第三次求婚在他爱上罗子军之后 暂时先不说 第一次求婚是他向唐经隐瞒自己辞职的事情 而他和唐经在公司既是恋人也是搭档 贺涵离开公司 一些大客户必然也会跟贺涵走 损失最大的人是唐经 此时如果唐经答应贺涵结婚 那么他们将绑定在一起 大客户在谁的手中 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但唐经知道贺涵辞职 还带走了大客户后 立刻炸锚 他人最终还是在客户亚当的归属问题上翻了脸 也是从那时开始 贺涵重新评估了唐经对工作的热爱程度 第二次求婚是因为薇薇安被调到上海 薇薇安的手段和心机 贺涵是见识过的 而唐经的感情洁癖 贺涵更是十分了解 虽然他自己身正不怕影子邪 但还是怕被盗来的薇薇安一搅和 他和唐经可能将又会是十年爱情无果 然而薇薇安仍然抢先一步 跑到唐经那里用假照片造了谣 导致唐经订婚宴上失约 而唐经也同样有责任 他单方面的宣布分手 然后单方面的来到香港 完全不顾贺涵的感受 而且在贺涵面前 永远摆出骄傲的姿态 如果我们俩之间 能有一个人不那么骄傲矜持 也许事情不至于如此 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于是在两人的矜持中 这顿晚餐仍旧没有达到 唐经想要的气氛和结果 而贺涵也没有再跟他说出求婚二字 你要知道 新人入职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靠人 否则的话你再努力再用功 迟早也会被淘汰的 罗斯君我是真喜欢你 所有爱怎么帮你 但是我不想做你的婚外恋对象 那你就是还没有吃到苦头 上一次被子君拒绝后 段小天再次向子君献殷勤 不过子君的态度仍旧很艰巨 于是段小天决定给他点颜色巧巧 苏曼说让子君参加下午的产品座谈会 给段小天做助理 子君担心自己做不好 急忙向贺涵取经 而贺涵此时还在香港 虽然排他的助理 一会下来给子君临时补个课 段小天却开始给子君使唤 故意不告诉子君座谈会的具体流程 也逼而不谈子君问他的问题 这时陈俊生作为甲方过来看一下现场 其实他是主动替贺涵的助理过来帮助子君的 业务上肯定是我比较熟一点 他的助理有接待着 你不会介意吧 没有 谢谢你啊 这笔记是你记得 是 红色部分是特别要注意的 蓝色部分是我还没搞懂的问题 真没想到 陈俊生对子君的变化感到吃惊 因为几个月前他还是 只会花钱买奢侈品的陈太太 陈俊生耐心地向子君解答了段小天 没回答的问题 苏曼叔还很好奇 甲方的贺涵和陈俊生 为什么都对子君这么好 你先给各个受访者倒水 倒到他的时候呢 他不会关注你 然后你偷偷把这条地给他就行了 这些你都没教过罗子君吗 我都教了 可这种工作 那也需要说能生巧 苏总 你不觉得这陈俊生对罗子君这么热情 很奇怪吗 然而在座谈会上 当子君按照苏曼叔的指示 进去给段小天塞纸条的时候 段小天却故意不接 让子君在里面十分尴尬 险些弄翻了水壶 搞乱了现场的气氛 苏曼叔认为是子君办事不利 让公司在甲方陈俊生面前出了洋笑 陈俊生却当着苏曼叔的面表杨子君 会议结束后 子君刚想质问段小天 段小天却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子君 于是苏曼叔让子君回家好好反思两天 子君觉得委屈 所以第二天又过来找苏曼叔解释 但还没等两人在办公室说些什么 段小天就着急了 他以为子君要把他骚扰子君的事情告诉苏曼叔 于是忍不住把苏曼叔单独叫到外面 并且不打自招 苏曼叔警告段小天 少在他眼皮子底下搞事情 与此同时 贺涵从香港回来 陈俊生接他的路上跟他说起 子君被算计的事情 贺涵断定子君肯定受了委屈 准备直奔苏曼叔的公司 去帮子君套个公道 我 你说什么 你不是问我 他背后有什么人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他背后没有什么人 就是我 贺涵 你不是跟唐经在一起吗 我和唐经的朋友 得知子君被欺负的事情后 贺涵从香港回来 直接去了子君公司 调出了产品座谈会的路下 苏曼叔询问子君到底有什么后台 贺涵却坦言子君的后台就是他 于是苏曼叔向贺涵说出事情的真相 这一切都是段小天调戏子君不成 而给他的下马威 并且向贺涵承诺 会给他和子君一个交代 贺涵走后 子君和段小天被苏曼叔叫到了办公室 你们俩也看见了 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 算是惊动了整个陈欣 陈欣是我们的甲方 我们为他们工作 打他们的工钱 出了问题 我们就必须给人家一个交代 所以明天 该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 该消失的消失 此时段小天还觉得自己对公司很重要 以为苏曼叔要赶走的人是子君 还假装给子君求情 我们就这么对待一个新员工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苛刻了 我们就是要爱护新员工 让他们能感受到在我们这儿的安全和公平 所以我说的那个人是你 小天 该消失的是你 段小天打迟一惊 苏曼叔让子君回去工作后 段小天立刻向苏曼珠扶人 段小天投机不长十把米 苏曼叔让他停止反思一个月 下班后 贺涵跟子君说起此事 并提出要把他调到其他部门 但子君拒绝了 他不愿意为贺涵的关系 而被同事孤立 贺涵觉得子君相比之前又成长了 事实都能考虑得很周全 没过几天段小天的妻子就到公司找子君大吵大闹 因为段小天跟他说 是子君主动勾引他 所以他才被领导误会而停职 还让苏曼叔开除子君和推荐他来上班的人 正好贺涵来找苏曼叔 于是他再次维护子君 罗子君是我推荐到这家公司来的 我是他的客户 而他是不可以开除客户的 除非他想让这儿的每一个人 包括你老公段小天都去和西北方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 谁管他的 没人管得了我 但我却可以管很多事 比如我可以建议苏总开除掉段小天 段小天的妻子这么一闹 估计段小天彻底不能回来上班了 但好戏还没有结束 陈俊生知道这件事后 同样十分气愤 毕竟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于是他在路上堵住段小天 段小天还让陈俊生帮他跟苏曼叔求情 那你得跟我说实话呀 是不是真招惹了你自己 段小天还以为陈俊生是自己人 间接地承认了自己 确实因为追求子君不成 而故意让子君难堪 陈俊生一下就火了 不得不说 陈俊生打段小天这一对 还是挺难忍得 而他报答段小天的事 也很快在公司上下传开 玲玲对此也很是吃惊 苏曼叔知道后更加重视子君了 这样一个新员工 竟然能让甲方两个大领导 争相维护 他恨不得把子君供下来 陈俊生为了前妻打段小天的事情 很快就在公司里传开 玲玲虽然有些吃惊 但也没说些什么 晚上陈俊生没有回家 而是找贺涵去老桌的日料店喝了点酒 玲玲的电话不断打来 不过都被陈俊生拒接了 贺涵看出一些端倪 后悔了 怀疑 怀疑我自己 当时跟子君离婚 跟玲玲在一起 是不是错了 同时也因为现在这个罗子君 让你怪我相看 我也知道要不是有这些变故 我子君也不会变成这样 陈俊生坦言他和玲玲在一起之后 并不像婚前想象的那么美好 因为柴米油盐而产生的问题 甚至比之前还多 陈俊生当初放弃了一个大好的家庭 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 却选择了去养别人的老婆和儿子 玲玲在婚后也露出了贪婪的本性 而陈俊生对玲玲不满的时候 也就是他最怀念罗子君和自己儿子的时候 现在唯一让陈俊生欣慰的是 子君同意让他的父母帮忙照顾平儿 两个孩子每晚睡在一起 不过因为床小儿轮流睡在地上 换个大床就能解决的问题 玲玲却租下了隔壁的房子 还让陈俊生的爸妈和平儿一起搬过去住 这段时间让你和爸爸住在书房里面 真是为难你们了 等隔壁房子收拾好了 到时候你们带着平儿过去住 再请个阿姨这样就舒服多了 都说你考虑得周到 老的小的连阿姨都安排好了 像你这样的好媳妇 真是前世修来的 没你说的那么好 谁都不喜欢自己的家里跟旅馆一样 现在陈俊生的妈妈 已经被玲玲拿捏住 也没有之前那般挑剔 玲玲带陈俊生去看她新租的房子 房租每个月一万二 其实对于陈俊生来说也不便宜 玲玲的一系列操作 让陈俊生很不高兴 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平儿住过来以后才开始的 只要他们住舒服了 我觉得也值得你说呢 而且大家不用那么挤了 那么挤 我小的时候一个房子三十多平 住五六口人不觉得挤 现在我们家两百多平 住四个大人两个孩子 反倒觉得挤 不是平儿没住过来的时候 你也不说挤 这平儿一住过来 你天天说房子不够住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孩子到底占你多大空间 此时玲玲还没有意识到 陈俊生对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还提出要减少给罗子军的生活费 因为平儿现在经常住在陈家 而且子军现在也自己上班赚钱了 听得陈俊生更加恼火 这账啊 还算得挺清楚的 你不管家 不知道家里面一个月用多少剩多少 你要做一个有良心的男人 做一个体面的爸爸 我可以理解 那当然这个精打细算的事情 就落在我头上了呀 见陈俊生不回答 玲玲也有一些察觉到他的不愈 于是借口出去买肉先离开了 而陈俊生就像是经历了一个死胡同 他曾经认为罗子军花钱大手大脚 如今玲玲却在家里明明构筑的情况下 一口气付了八万多的房租 这样想来想去 玲玲还不如当初的罗子军好 由于突然生了一场小病需要做手术 唐经从香港回到上海 并且主动向贺涵求婚 此时的唐经已经彻底看开 人生再是不必那么辛苦 他希望以后每天见到思念的人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贺涵却十分纠结 因为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罗子军 于是他犹豫了许久 双手也在桌下紧紧握着 贺涵的回答未必是真心的 但却让唐经激动不已 见完了贺涵 唐经又去见子军 闺蜜之间很久不见 有说不完的话 唐经跟子军说了 他要嫁给贺涵的事情 并且还要让子军当他的伴娘 一瞬间子军的神情有些不自然 但唐经并没有发现他的异常 唐经离开上海去香港的这段时间 贺涵把子军照顾得无微不止 然一时一有 情感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但子军知道 他绝对不可以也不会从最好的闺蜜手中抢走贺涵 所以即使对贺涵有感情 也要隐藏起来 于是他真心的祝福唐经和贺涵 唐经也向子军感叹十年爱情长跑的艰辛 并且他选择退居二线做家庭主妇 有时候真是觉得挺奇怪的 你说你三十几岁了 离了婚 现在要去赶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赶的路 我呢 因为生了这么一场无关紧要的小病 反倒是要回去学你的前半生 去当人家的太太了 以前我老说你不上进 现在你上进了 我却要变成你了 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 怎么样才是长久的 管他什么对不对 管他长久不长久的 至少我们两个是长久的 唐经的手术做得很成功 而他一醒来 就看到贺涵坐在他的床边 并且果然奉上了戒指向他求婚 令唐经十分感动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病房门口的子军看到 子军走进去恭喜贺涵和唐经 三个人一起像以前一样平静地聊着天 只有贺涵此时略显尴尬 因为在唐经没回来之前 他因为帮子军给平儿过生日 而错过了跟公司下属菲尔的谈判 导致菲尔带着公司机密和客户转投 唐经的公司 给陈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贺涵也面临着董事会的质问和调查 而子军也从陈俊生口中得知 因为他给贺涵带去了麻烦后 也感到十分自责 陈俊生此时作为一个旁观者 他看出了贺涵对子军的照顾 已经超出了朋友的范畴 而且贺涵其实并不想跟唐经结婚 陈俊生对此不做评讲 他也希望他对贺涵爱上子军这件事的猜测是错误的 由于上次贺涵帮子军给平儿过生日 导致公司重要员工离职 公司机密泄露 也为贺涵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于是子军再也不想给贺涵添麻烦 但子军的妈妈却三番五次了 因为家里的琐事找贺涵帮忙 他看出贺涵其实是喜欢子军的 面对子军的拒绝帮忙和连连道歉 贺涵却更加心疼 子军最终还是接受了贺涵的帮助 解决家庭所事对贺涵来说确实不是问题 经过他的一番分析后 所有麻烦也迎刃而解 贺涵还亲自给子军的妹夫白光 安排到了老卓的店 就连老卓也看出 贺涵对子军的关心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该操心的范围 解决了子军家的麻烦事 贺涵又来到了唐经家 唐经正在修病假 他开始学着自己做早餐 也种了一些花花草草 每天睡够八小时 并且不再喝咖啡等刺激性饮食 还激流勇退 推举二线做培训老师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要跟贺涵结婚 做他的家庭主妇 晚上唐经请子军到家里商量结婚的事情 他还亲自下出照着傻瓜食谱 给子军做了很多菜 三个人互相祝福 唐经提出想要年底结婚 然后直接跟贺涵去度假 但贺涵却说 距离年底只有三个月了 等到明年春天再结也不迟 随后唐经谈起之前 贺涵因为消失一天 导致员工菲尔跳槽的事情 如今菲尔已经跳槽到了他所在的公司 唐经还说贺涵那天的行踪谁都不知道 子军立刻心虚起来 于是找借口先行离开了唐经家 唐经也觉得子军最近有些奇怪 贺涵对子军的状态有些担心 于是离开唐经家后又把子军叫到车里 劝他以后不要在唐经面前表现得那么紧张 因为他们彼此并没有发生过什么 即使有发生也是他单方面的责任 而子军又何尝不知道 自己已经爱上了贺涵 但他却是自己最好闺蜜的男人 谢谢你为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 我说过你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 所以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 我都无意回报你对我的帮助 可是从现在开始每一天每一刻 我都会祈求你幸福 祈求你跟唐经幸福 以后我的事你不要管了 我们两个也不要私下再见面了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以后只要我听到看到 你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我还是会帮你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评价 包括唐经在那也包括你 子军十分矛盾 而贺涵更是身处纠结当中 连开车回家的路上 都会回想起子军和他这段时间的经历 一不小心还撞到了路基上 惊出他一身冷汗 陈俊生帮贺涵去修车 借机看了他车上的行车记录音 心里也大概明白了 贺涵和子军之间的事情 他猜到两人之间已经产生了情绪 天啊 本来呢阿姨想 给你和家亲抱一样的东丽营 但是一想 你要走那么长时间 你爷奶奶会想你的 你看上海的这个东丽营 一个礼拜四天 也是美国的老师 这样呢 你音乐学了 你爷奶奶也好天天见你 妈妈那我呢 你12月20号走 耶我能去美国了 家亲和平儿的寒假就要到了 玲玲给自己的儿子家亲 抱了去美国的东丽营 却只给平儿抱了上海本地的东丽营 并且美其名曰这样 可以天天见到爷爷奶奶 陈俊生看出平儿也想跟家亲一起去 于是打人场说 让两个孩子一起去美国 那就一起去 爸爸你们说呢 我们听平儿的 如果平儿愿意去 我们当然统一了 一个孩子去美国的东丽营 需要多少钱呢 四万五 我啊 四万五就四万五 这样 明天你把上海那个东丽营给退了 平儿跟家亲一起去美国 好像不行 因为签证要时间的 而且报名时间好像过了 打电话给我打上问问 天都下班了 上哪打呀 平儿一听自己没机会 委屈的哭了起来 爷爷奶奶赶紧劝说 他等下次再去 陈俊生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他越发觉得 两个孩子被玲玲区别对待了 而且受冷落的 还是自己的亲生孩子 于是饭后 他忍不住问玲玲 家亲的东丽营近五万 那平儿的东丽营多少钱 凌云坦言说只有八千多 你觉得我们家 真缺这四半的块钱 当然不是 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九牛一毛 罗子军要买房 要安顿你的父母 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 都是要花钱的 我把我赚的钱都交给你 是我把我的生活 和我家人的生活 全都交给你了 你之前已经动过脑筋了 把我爸妈和平儿 送到隔壁的房子里 单独去住 现在你又想 说一点好听的 分别对待两个孩子吗 我爸妈不说 不等于他们不明白 孩子不说不等于他不知道你有分别心 我本来我也不想说 我是忍无可忍了 玲玲却辩解道 嘉青去美国 是他从年初就开始准备的 还需要面试和提前联系寄宿家庭 并且当时平儿还没有搬过来住 但陈俊生却认为 孩子们不会理解这些背后的原因 刚才玲玲在饭桌上那么说 必然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分别对待 于是陈俊生提出 让嘉青也别去美国了 和平儿一起去上海的东令营 等平儿的签证下来了 明年两个孩子在一起去美国 但玲玲却不同意 并且开始PUA陈俊生 陈俊生 我是你在找的老婆 不是你找的天使 我想你想找那种一心一意奉献 没有半点私心的天使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 你想想吧 你跟罗子军结婚 然后烦了 离了 现在又找到我 现在看上去好像也烦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 夫妻几元其美是好的 如果撕破脸了 这就难看了 玲玲这次并没有让步 她不愧是国产巨龙的高端小三 在陈俊生离婚前 她半猪吃老虎 而如今她被陈俊生 识破真正面目后 又开始给陈俊生洗脑 让她怀疑自己本身有问题 不敢再往离婚上面想 但是玲玲却只说了 陈俊生的问题 并没说自己的问题 其实玲玲的问题更大 要不然她也不会 两次婚姻都搞得这么差 而陈俊生作为当事人 很难看清局面 并且在被PUA的情况下 也很难把刺耳的话说出口 于是陈俊生 也只能一个人坐在屋里 反复地想着玲玲说的话 这就是她当初 无可就要爱上的玲玲了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赫瀚 没有 你就是喜欢上了 你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不敢说不敢做 如果你跟我承认 你确实是喜欢上了赫瀚 那我可以考虑 把Phil今天给我的资料给你看 你一定有收获的 好吧我承认 吴大妈是子军 在这家调查公司的师傅 子军看到之前 背叛赫瀚的菲尔 刚来找过吴大妈谈合作 于是进来询问 菲尔如今已经是 唐经公司的项目经理 但她手中的客户资源和资料 都是从赫瀚公司里偷出来的 吴大妈作为旁观者 她看出子军和赫瀚互相有意 于是逼子军承认 自己对赫瀚的爱意 由于赫瀚那天是因为给贫尔过生命 才导致菲尔出走 所以子军也一直因为连累赫瀚而愧疚 见子军承认了对赫瀚的爱意 吴大妈把菲尔带来的资料 交给子军 但同时吴大妈也提醒子军 苏曼书很重视和菲尔的合作 并且她已经不再重视赫瀚 如果子军选择扳倒菲尔 那么她也即将面临被炒的结局 我不怕失去这份工作 如果要有什么舍不得的话 就是跟你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要是喜欢一个人 那就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敢做 谢谢 子军毫不犹豫 他在接平儿的时候 找陈俊生帮忙调取资料 陈俊生也看得出来 子军对赫瀚的心意 而且陈俊生也想帮助赫瀚翻盘 于是同意帮助子军 晚上陈俊生回到家 玲玲听到消息 赫瀚可能会被调离上海 让陈俊生提前站好队 我已经站队了吗 要没有贺寒的话 我在陈俊生也不会干得这么好 那你对他也不坏呀 再说了也不是让你当坏人 我们也是有老有小的 只有自己好了 才能包到别人呀 这没什么错 又不是让你跟他一刀两断 你就是对别人也热情一点 这种事情大家都懂的呀 我睡觉了 陈俊生坐着子军 以前给他买的沙发上 听着玲玲劝他自私自利的话 再次想起了子军的好 而子军拿到陈俊生 给他的资料后 开始彻夜研究对比 终于发现了菲尔吃里爬外的蛛丝马迹 第二天他就来到了菲尔的客户这里 然后拿出唐金的名片 假装唐金去见了菲尔的客户 将菲尔与客户的竞争对手 有猫腻的事情合盘拖出 菲尔得知后气得冒烟 立刻跑到唐金的办公室里 大发雷霆 然而唐金却突然从门口出现 并表示自己从早上开始 就没离开过公司 菲尔十分纳闷 立刻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唐金 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阿丹打来的 他说你在他的办公室里 那你在这儿 那个人是谁啊 他为什么要冒充你来告我的状况 冒充我 既然不是你 那你得帮我呀 首先 你确实得罪了赫瀚 而我是他的未婚妻 这是我不会帮你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 更重要的 靠着出卖自己的旧公司 来获取进入新公司的筹码 这种人就该遭到唾弃 我不跟你雪上加霜就已经很好 菲尔不仅被开除 而且将面临原公司的起诉 赫瀚和唐金都十分好奇 冒充唐金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但很快子军就被苏曼叔 怒骂一顿然后开除了 因为得罪了非了 苏曼叔也就少了一个尊贵的大客户 临走时吴大妈 给了子军一个大大的拥抱 若是你自己选择的 后果要用你承担 子军走出公司后 发现赫瀚正在门口等着他 当初来这里的时候 就是赫瀚送他来的 而如今离开这里时 赫瀚仍然出现在他面前 子军泪流满面 因为他觉得自己 从没有过这样的成就感 刚才苏曼说 赶我走的时候 让我想起了陈俊生 要跟我离婚的场景 都是我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但是这一次 我很庆幸 因为我一点也不害怕 一点也不会觉得惊慌失措 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什么 会什么 我可以到哪里去 我接下来可以干什么 你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感觉到底有多好 谢谢你 谢谢唐金 今天的罗子军 是你们俩造就的 准确讲 这一切都是通过 你的努力还来的 拓检场地 谁都帮不了你 如今的罗子军 已经经历了涅槃重生 他再也不像当初 被陈俊生抛弃时那般狼狈 同时他也没有再次 坐上赫瀚的车 而是坐出租车 离开了公司 陈兴的信息组正在招人 吴大娘鼓励子军去应聘 还说这个机会 对子军日后的工作 肯定是有利的 而玲玲正是 这个信息组的组长 赫瀚知道后 明确地表示 不同意子军取陈兴 而唐静对此也表示担忧 劝子军再多加考虑这件事 但子军考虑一番后 最终仍然决定取陈兴 当玲玲看到子军的简历后 也大吃一惊 我想问一下 这个罗子军 是在我们部门吗 没错 怎么了 玲玲赶紧把这件事 告诉陈俊生 陈俊生知道后 还特地跑去 跟赫瀚兴事问罪 赫瀚表示自己 是找唐静警告过子军的 不过子军执意要来 几天后子军来陈兴上班 玲玲亲自把子军 介绍给同事们 还在餐厅订了一桌菜 晚上一起欢迎子军 加入信息组 子军本想拒绝 但是盛情难缺 只能答应赴言 子军的新同事里 有一个叫菜菜的实习生 跟子军十分投缘 赫瀚把子军叫到办公室 觉得子军没必要 蹚着蹚浑水 这个环境不适合 这个公司 这里面的人是变动太大 所以你是怕自己在陈兴 位子做得不够稳 万一离开了 但只好说出他真正的担忧 我是担心玲玲会算计你 而这个陈兴生 他根本不是玲玲的对手 那就让他算计吧 反正我也习惯了 又不是第一次 算计的再坏 也坏不过上次 把我的婚姻算计掉吧 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段时间 我真的从你身上 学到不少东西 我认为我现在有足够的能力 来应对我遇到的 所有的好的坏的情况 此时子军只想要一个 跟别人相对平等的机会 让他能跟赫瀚和唐经 并肩作战 赫瀚无奈 也只能祝福子军 在陈兴工作顺利 午后唐经也来陈兴看望子军 唐经还给子军的新同事们 带来了下午茶点心 同时单独把玲玲叫出去 说几句话 坦言他今天来 并不是为了看子军 而是专长来警告玲玲 子军单纯 以为只要他自己谨慎努力 就可以让你公平对待 但是我知道 任何行业 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可以 所以我专门来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让我的好朋友 在这里受委屈 那我也可以让你 应该是你最在意的陈俊生 要不然吃黄脸 听说唐小姐最近 转到培训部了是吧 那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 为了男朋友 能够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我们大家都挺佩服的 不要说我还在BNT 就算我辞职了 我不在这个行业 我飞去了南美洲 我一样可以叫人 多多少少从你老公手上 抢做几个案子 更何况现在这里 是贺涵说了算 你欺负我的朋友 怎么说也不会是划算的事 但零零仍旧不服 还话里有话的 拿贺涵挑拨 幸好陈俊生及时过来 打断他俩的对话 不然玲玲必将 套路给唐经更多的八卦 送走唐经后 陈俊生劝玲玲不要节外生枝 玲玲却理直气壮 又不是我让罗子军 到我们部门来上班的 他凭什么来威胁我 因为大家都是笨蛋的 因为谁都看不出来吗 圈子那么小 手机随便传传 大家都知道 还需要谁告诉人吗 没有人胡乱是非 唐经不会知道的 虽然唐经不愿意 怀疑子军和贺涵 但是玲玲的话 子军最近的一场举动 以及贺涵故意躲避的话语 子军第一天到玲玲的部门上班 玲玲在餐厅订了一桌菜 组织信息组的同事们 一起欢迎子军的加入 于是陈俊生独自在家里 带两个孩子写作业 没想到嘉青年纪小口无遮拦 并且瞧不起拼儿的妈妈子军 两个孩子吵起来 一时间家里鸡飞狗跳 然而就算陈俊生平时对嘉青再好 此时被陈俊生责令反省的嘉青 仍然觉得自己受到了 陈家父子的欺负 哭闹着要找玲玲告状 令陈俊生有些失望 为了安抚平儿 陈俊生给子军打电话 却无人接听 他赶紧让母亲看着平儿和嘉青 自己则开车赶往餐厅 子军由于半路之手续而来迟 跟玲玲要好的小董 口头上欢迎子军加入 实则却想让子军当着大家的面难堪 来 没事 我不会喝酒的 没事 喝完了回家睡觉呗 你孩子不是在玲玲姐家吗 又不用你看 又不用你操心 谢谢你老小董对我这么了解 本来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现在不用了 你都替我了解完了 见气氛不对 玲玲赶紧打圆场 让大家举杯欢迎子军 然而小董却不依不饶 她明明知道子军以前是卖鞋的 却一直追问子军原来的工作 哦对对对对 我听说你以前是卖鞋的 那你现在跟那些还有没有关系啊 哎你卖什么牌子的 哎玲玲姐要不这样吧 我们让子军给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女员工 来一个内部团购架怎么样 折扣室友的 如果打完折也不便宜 不知道小董你平常都穿什么牌子的鞋子啊 子军不计不躁地反问小董 让小董自取其辱 但小董却不知疲倦 继续影射子军跟贺涵的关系不一般 吓得玲玲赶紧制止了小董 当着部门员工的面 领导的玩笑可开不得 此时贺涵正活唐金去老卓纳吃饭 一听说子军可能会出状况 立刻扔下唐金开车去聊子军 而酒过三巡 小董这边的玩笑也越开越大 竟然逼着子军给玲玲敬三杯酒 紫军表示自己已经喝不下去了 小董却死缠烂打 并声称如果子军不喝 那他就不是真心十一在玲玲手下工作的 来诚信又有其他的目的 我还有什么目的 你有什么目的我们怎么知道 那你说你来这儿 最起码得表现你的诚意的虚心 对不对 对 不要好吧 我替罗子军把这三杯酒喝 不要不要不要 我来好了 有有有有 说话 说对不起啊 小董可以来可以来 对不起 别这么说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来来来第二杯酒 来 谢谢你 快点对不起都说了谢谢你难吗 好 欢迎迎会就这样成了灌酒会 中人都知道玲玲和子军之间的关系 却没有一个人制止 此时的子军已经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 小董却还要灌子军第三杯酒 幸好贺涵及时赶到 你们在干嘛 贺总 我们大家都在欢迎罗子军加入我们 让开 让开 我们刚刚都在说别喝那么多 别喝那么多 他一高兴拦都拦不住 闭嘴 贺涵刚要带子军离开 陈俊生也随之赶到 你搞什么呢你 我没搞什么呀 没事啊子军 你看呢 管好你老婆 你怎么来了 给我回去 陈俊生让玲玲很没面子 聚会也不欢而散 陈俊生送玲玲回家 玲玲还向陈俊生抱怨着 子军一有事情 两个男人同时出来帮他 而他却从来没人帮忙 陈俊生心不在焉的安抚着玲玲 心里却惦记着喝多了的子军 跟贺总什么关系 因为贺总是罗子军的保护仔呀 当时在苏总的公司里面 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是知道的 到了陈俊就更不用说了 俊生跟贺总关系走得是很近的 那现在贺总跟罗子军的事非 难免会波及到他 由于子军第一天上班 就在玲玲组织的聚会上 被小董他们灌醉 于是唐静又过来找玲玲兴师问罪 但玲玲却装作自己十分委屈 还不安好心的向唐静渲染 子军和贺涵的亲密关系 唐静虽然自己心里也有些怀疑 但还是严厉的警告玲玲 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我就想跟陈俊生两个人 安安稳稳的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这世上从来 越想求公民的越不得公民 越想求自由的越不得自由 一样的道理 你越想求安稳就不得安稳 这句话其实也是唐静说给自己听的 因为他所坚信的友情爱情 如今很可能已经全都变了 但唐静仍然对他和子军的友谊 抱有一丝希望 于是来到子军家 然而寒暄一番后 唐静问子军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共度后半生 那赫瀚你觉得 什么意思啊 我说你也应该找一个像赫瀚这样的 唐静啊 喜欢你的未必喜欢我 合适你的也未必合适我 见子军如此回答 唐静也没再多言 他也生怕自己怀疑错了 会破坏他和子军之间的友谊 于是约子军一起去老卓的店里 帮他庆祝入职比安提十周年 第二天赫瀚拿出唐静 在他手下当实习生事 送给他的红酒前来赴约 三个人如同没有什么事情 发生一般的举杯庆祝 实际上却都在演戏 我希望下一个十年 我们还可以像今天这样 经常的聚在一起 贺完以后唐静提出 要把香港来上海的男同事 乔纳斯介绍给子军 子军却委婉推辞 贺涵更是十分紧张 唐静也看出两人之间 确实有些问题 我就是要给你介绍一个 还不错的男朋友嘛 至于这么紧张 这酒还是不行 不是什么酒都能放得住十年 唐静突然变得阴阳怪气 贺涵也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 于是他大半夜又来找子军 并且告诉子军 今天并不是唐静入职 十周年的纪念日 是唐静为了试探他俩 才故意把他们约在一起 子军听后立刻变得惊慌失措 他想给唐静打电话 却被贺涵拦住 因为贺涵想跟他说出 这段时间他一直藏在心里的话 我不能跟唐静结婚 因为我爱上了你 说回你说的话 我可以当你什么都没有说过 说不回去 我既然说出来了 就没打算说回去 你知道我爱你 只是你没有想到 我会把它说出来 没有像你一样 把什么事情都隐藏在心里 我在想可能是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接触的比较多 你知道人跟人久了 在一起难免 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绝对没有 你想得这么严重 跟谈不上什么是爱 我都快四十岁 我知道我爱上的人是谁 子军虽然也爱上了贺涵 同时也因为贺涵的表白而感动 但子军更加明白 他不能失去唐静 你可以爱上任何人 他不能是我 我也可以爱任何人 他不能是你 如果没有唐静 那被你贺涵爱上 应该是最幸福 我是最骄傲的事情 可是唐静是我的好朋友 在我跟陈俊生要离婚的时候 几乎活不下去的时候 是唐静一手紧紧地抓住我 牢牢不放 我才可以活到现在 我的命是唐静给的 可是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你也爱我 对吗 你只要对一个女人这么好 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爱上你 但这个女人不能是我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 我就会变成一个 连自己都瞧不上的混蛋 我可以不恋爱 我可以不结婚 我可以爱一个人 一辈子烂在心里 但是我不能去做 对不起唐静的事 你不懂吗贺涵 最终子军向贺涵表明了立场 并将贺涵请了出去 然后给唐静打去了电话 告诉唐静他四来想去 也觉得吃饭时 唐静的提议不错 于是让唐静帮忙 约乔纳斯见面约会 唐静有些惊讶 却欣然同意了子军的请求 这么晚来找我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这么晚 罗子军约了姜纳斯去吃虾业 那不是很好吗 你为什么要突然给罗子军 找男朋友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我这个 为了让唐静放心 子军在工作上处处回避贺涵 然后主动去跟唐静介绍的 乔纳斯约会 于是贺涵不顾一切的 来到唐静家至闻 让本来对他们之间的爱情 还抱有希望的唐静大师所望 然而进屋以后 贺涵吞吞吐吐难以说出口 唐静却主动帮他说破了一切 说说你一直以来 是怎么帮我 好好照顾我的闺蜜的 从生活到工作 从苏曼叔的市场调查公司 到现在的陈欣 再说说那天 他去灵灵的聚会上喝多了 你是怎么去英雄救美的 又是怎么样守了他一夜 守了他一夜 你还心虚的不敢让我知道 我去他家的时候 你躲起来 此时贺涵还想要向唐静辩解 但他自知理亏 现在无论说什么都是苍白的 唐静却已经红了眼眶 可他是罗子军 他不是什么其他别的女人 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 你还是单身 你大可以瞒着我去跟十个Vivian 周游世界共度良宵 你有你的自由随便 可罗子军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跟他之间不可以有任何事情瞒着我 玲玲的挑拨没有白费 唐静果然跟贺涵爆发了争吵 而这种争吵带来的后果 还将蔓延到子军那里 唐静摘下了贺涵送给他的戒指 他伤心欲绝 觉得是男友和闺蜜联手背叛了自己 你始终犹豫的不想结婚 原来不是不想结婚 只是不想跟我结婚 你说你不太会爱护人 其实只是因为 我不是你真的想去爱护的一个人 贺涵坦言是自己爱上了罗子军 而与罗子军无关 而且子军在刻意的和他在保持距离 但是贺涵希望能对自己的感情诚实 所以只能对不起唐静了 唐静赶走了贺涵 并且再也不想看到他和子军 但片刻后唐静又追了出去 他想知道爱慕贺涵的人有那么多 为什么他偏偏会爱上罗子军 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我说不说具体的 可能就是因为 他让我觉得震慑和轻松吗 我让你紧张了 或许吧 同样的 我有时候也会让你紧张 你不觉得吗 在你面前我的确紧张 今天的结果在我心里预言过无数月 我甚至已经想好了 我应该怎么说怎么做 才可以让我们两个人 不至于这么尴尬地全身而对 才可以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还可以继续做朋友 唯一的意外是 这个人居然是罗子军 这事跟罗子军没有关系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让你爱上他 就是他做的最大的措施 唐金和贺涵确实是同一类人 他们在对待感情上 都太过理性和精准 与其说是情侣 倒不如说是合作关系 而他们之间的感情 也是随先消耗完了就会没有了 指简不增 只不过最后罗子军成了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天罗子军找到唐金 但任凭他怎么解释 唐金也不肯原谅他 这段友情就此结束 唐金还把贺涵和子军的事情 公布到了网上 陈俊生看到后立刻询问玲玲 是不是他跟唐金说了什么 其实也没说什么 就是那天聚会 他说是不是贺涵把罗子军接走的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这种事情不会有什么事吧 应该他们之间还有别的事情发生 你这不是存心的吗 你 是他们先惹的我 我好好的在那上班 他们把罗子军送过来了 还警告我威胁我 玲玲回答的理直卸妆 还埋怨陈俊生关心子军 已经超过关心他了 紧接着子军也给陈俊生 发来了辞职报告 让他转交给贺涵 在玲玲的故意挑拨下 一夜之间这三人之间的关系 全部发生了变化 有句俗话 饭饱全书缺个脚 这个意思就是讲 你人再好 也有强求不得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 那样的话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成全了别人 阿姨您的意思是说 让我成全罗子军是吗 不仅是子军还有贺涵 罗子军的妈妈薛珍珠 知道贺涵和子军的事情后 非但没有阻拦 还因为子军能得到贺涵的亲爱 而十分高兴 于是薛珍珠主动出击 他找到唐静并劝说 他主动放弃贺涵 好成全子军 还说唐静的赚钱能力强 即使失去贺涵 他也能找到更好的男人 唐静一直把子军和他妈妈 都当做自己的家人 却没想到薛珍珠 竟然会对他提出这种无理要求 阿姨你还记得当初成军生 是为了什么抛弃罗子军的吗 你还记得你怎么到公司去打得零零吗 阿姨我的钱和能力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我凭我自己这么多年 唐静压住心中的愤怒 把薛珍珠送上了出租车 然后就拿着行李匆匆离开 第二天陈俊生告诉贺涵 唐静已经从彼安提辞职了 同时子军也被唐静拉黑了 所有人都无法联系到唐静 陈俊生看贺涵有些担心 于是主动提出 帮他去打听一下唐静的行踪 但玲玲却试图拦住陈俊生 因为现在是陈俊生 升任副总的关键时期 你去找唐静有没有搞错 那还干嘛不去 我去去就回来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呢 董事会正在考核你呢 你快点回来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啊 我知道了 陈俊生找到了子军家 从薛珍珠口中得知 唐静是拎着行李走的 可能是出门旅行的 也就不那么担心了 子军得知薛珍珠 去跟唐静讲那些话 对他十分生气 而薛珍珠却再次口无遮拦 当着陈俊生的面 就开始夸贺涵的好 也许唐静这一圈回来以后 能带一个贺涵同款呢 陈俊生又同时在天津出差 碰到了唐静 于是子军找陈俊生解车 准备连夜开往天津去找唐静 贺涵知道后立刻来劝阻子军 因为即使他到了天津 也不会知道唐静的具体位置 而贺涵知道唐静从彼安提辞职后 即需要证明自己工作能力的筹码 那就是搞定他和陈俊生 都没有搞定的天津客户 贺涵让子军先回家 并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而且明天一早 他就会跟陈俊生一起去天津找唐静 不过还没等他们出发 唐静就已经回来了 而且直接被陈欣的高管 任命为陈欣副总 跟贺涵平起平坐 而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开除公司里的长舍府玲玲 唐小姐 欢迎你 这么多公司偏偏选择了我们陈欣 当然 因为我有几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在这里完成 什么事啊 第一件事 我要解雇你 什么 你被解雇了 为什么 因为从现在开始 这里我做主 我的眼皮底下容不得 任何造谣声势挑拨利剑的员工 不管你的业务能力有多强 你这是在说我吗 你这是公报私仇 等你做到我现在的位置 你才有资格来评论我的为人出事 之前玲玲好几次 挑拨唐静和子军的关系 如今她终于得到了 自己应得的报应 玲玲在陈俊生的车里哭诉 还想去董事会告唐静的状 不过被陈俊生难下 再让玲玲这么闹下去 估计她的饭碗也不饱了 而小董看到玲玲被解雇后 立刻到唐静面前拍马屁 并且说了很多玲玲的坏话 玲玲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白眼王下属 Miss唐 我是信任你 我才跟你实话实说的 我初来乍到 哪谈得上什么信任 墙头草在职场上 有时候能得到一时的便宜 但一定走不了太远 我唐静尤其不喜欢这样的人 你想升职 想坐到玲玲圆来的位置 要先学做人 唐静一上任 就整顿了信息部 两个最能作妖的人 不过也为她接下来的工作 埋下了不安因素 薛珍珠去世后 子军决定和吴大娘去广东工作 出发前她来找唐静告别 但唐静却仍然对她不理不睬 只是平淡地助她一路顺风 而子军回到家时 发现贺涵正在门口等她 贺涵恳求子军能够留下来 并且不再克制自己的情感 只要跟子军表白 我不希望我因为我今天所谓的克制 等到某一天你想回来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足够的理由 所以子军听着 我爱你 除了你 我不会去其他任何女人 你可以走 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但是只要你想回来 任何时候我都会在这儿挡着你 只要我还有清醒的意识 我都会难过所有的英雄 和你一起度过我们的好半生 子军听后泪流满面 因为在贺涵的帮助下 子军从一个俗气 懒惰 笨拙地被抛弃的妇女 飞速成长为一个优养 勤奋 聪明的女强人 而在这触底反弹的期间 子军也早已爱上了贺涵 你说我们要坦白之间 告诉你我是这么想的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爱你 你太好了 以至于我可能 不会再喜欢上别的男人的 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很多人都觉得 此时子军既然已经选择离开 就不应该再告诉贺涵他的心意 这样贺涵还有机会回到唐经身边 但其实子军已经做得 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好了 直到贺涵喜欢上他后 他懂得拒绝 也知道回避 哪怕对方在深情在优秀 他从始至终也没有答应 虽然最后爱上了贺涵 但因为唐经的关系 一直克制自己 甚至接受唐经安排的相亲对象 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接受贺涵 这三个人中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有问题 确实也是贺涵的问题 子军上前紧紧抱了抱贺涵 跟他说了声再见 第二天陈俊生也来跟子军道别 他心中十分愧对子军 贺涵以及唐经 陈俊生仍就极力挽留子军 想要弥补子军和平儿 去被子军拒绝 因为这样做 陈俊生将来也会对玲玲愧疚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是 我爱和喊 很多女人都爱她 但是我选择放在心里 我不再爱你了 一点点也没有 否则 我不会跟你坦诚 总在这一样这些 不管 将来你们平儿怎么样 我对你们的愧疚和责 我一直都在 子军的回答让陈俊生心里无味杂陈 想当初罗子军爱她爱到了骨子里 她却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跟罗子军离婚 如今罗子军成长了 她也不再把陈俊生当作自己生命中的唯一了 而此时陈俊生也越来越认清玲玲的真实面目 自然是悔不当初 喂小董 明天中午有时间吧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跟你讲太欺负人了 我必须要让他知道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这么走运的 玲玲被唐经开除后 来到酒吧找唐经 向唐经保证 以后跟工作无关的事情 她一句话也不说 只求能让她重回陈兴工作 但唐经却丝毫不留情面地拒绝了她 玲玲赶到区域 于是出了酒吧就给小董打了电话 宣称自己要报复唐经 这两人果然臭伪香头 小董自从那天被唐经训斥后 也觉得有唐经在自己就没有好日子过 于是她让实习生菜菜 复印了唐经做的项目资料 并且全都交给了玲玲 还违心地向玲玲表着忠心 哎呀你是知道的 我是想把唐经弄走 帮你回来的 小董 人家都说人一组茶就留 谢谢你啊 哎呀你神经病吗 说什么呢 跟着你那么多年了 应该的 玲玲其实不知道 小董已经觊觎她的位置很久了 如今帮她报复唐经 也只不过是在帮自己罢了 于是玲玲把资料中的部分信息 传递给了唐经客户的竞争品牌 而唐经也确实跟该客户的竞争品牌总监是好朋友 虽然贺涵告诫过她 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但唐经却不予理睬 几天后玲玲在行业论坛上发现 有人举报唐经泄露客户重要机密 她急忙找到小董 声称自己只是放出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信息而已 你给人家一些 重庆苏州要开新店的这种信息 有什么用 你要给唐经扣上泄密的帽子 所以你泄露的肯定是机密啊 成本数据是机密 你把安杰尔的成本数据给了BOP BOP是安杰尔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跟BOP的总监 私下里关系很好 前几天还有人看见 他们俩在一起吃饭呢 安杰尔今天早上 派人来公司问责了 他们咬死 唐经是双面收钱 出卖数据 小董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说一下 这是泄露客户的机密 要闯大货的呀 玲玲有些担心会查到她的 小董却告诉玲玲 心词手软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唐经这边果然炸了锅 超过一半的客户都来打听消息 而很多已经走合同流程的客户 也暂停了签议 唐经是公司的副总 她出问题就代表陈兴公司出现了信任危机 而负责调查这件事的人正是陈俊生 她是要把幕后真凶给揪出来 还唐经和陈兴清白 殊不知她的枕边人就是罪魁祸首 玲玲感到不安 于是再次找到小董 然而小董却突然变了 我是为了你呀 玲玲姐 你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情追到我身上 你 这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就想报复一下唐经吗 你已经做到了 而且你自己已经不在陈兴了 没有人可以拿你怎么样的 但是我还在陈兴 我还有我的前途 你的前途在陈兴 是把唐经赶走了 你就可以生寂寞 玲玲姐 你想的太多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玲玲姐 我一个单亲妈妈 带着一个孩子过生活 比你更不容易 同时小董还提醒玲玲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陈俊生 因为陈俊生极恶如仇 一旦她知道 玲玲的境地可能会更糟糕 玲玲只不过是想给唐经添点读 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严重 她在家里思绪重重 陈俊生看出她有心事 以为她是因为失去工作而心烦 于是玲玲忍不住向陈俊生 将事情全盘拖出 现在为了这件事情 公司闹得人心慌慌 谁都没法安心工作 猜来猜去 查来查去 唐经几乎名誉扫地 整件事情是我来查 没想到我自己家里出了问题 陈俊生让玲玲劝小董 主动承担责任 玲玲却不敢 因为这样做 小董会把她和陈俊生 也拉下水的 这就是你的好朋友 你所谓的最好的关系 陈俊生对眼前的玲玲 再次感到陌生 甚至觉得她十分可怕 陈俊生一言不发地站在窗前 玲玲也知道 事情如今已经难以挽回 陈俊生 对不起 事情已发生 我就知道我会状怀 你睡去吧 明天也早 还是要管孩子 第二天陈俊生找到小董 劝她主动承认 然而小董却咄咄逼人 因为这事情玲玲也有残疑 她才不肯自己一个人背黑锅 并且让陈俊生帮忙只眼过去 这样也能保护玲玲 令陈俊生纠结不已 陈总 亲自 你要是去找贺涵 我就只能把玲玲说出来了 你副总的位置被唐经挤掉了 大家很可能认为 这件事情是你跟玲玲连起手来 陈俊生劝小董 主动承认套路数据的事情 小董却反过来威胁她和玲玲 并且软硬监视 说自己也是独自带着女儿 凄苦生存 陈俊生来到贺涵的办公室 本想向她说出真相 为唐经洗清嘴鸣 缺于言又止 她所顾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但贺涵却态度明确 在这家公司 除了你和唐经 其他人都不是不可体验 所以为了唐经的清白 我可以不惜换掉任何人 我不是法官 我不关心公平公正 我只关心我的人 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如果今天换做是你犯了这个错误 惹了这个麻烦 我也一样会这么做 面对贺涵对她的信任 陈俊生更加矛盾和纠结 这时子俊找到陈俊生 她听到唐经被人算计的消息后 没去广州 而是想回来尽自己的力量帮唐经 她已经从实习生蔡蔡那里得知 小董让蔡蔡复印过那些数据 而小董很可能是在为玲玲出击 虽然唐经未必会领子俊这个人气 但她还是希望陈俊生让玲玲劝小董主动承认 你觉得这边你去深圳开始新工作要重要 当然 为什么 因为唐经知道了会瞒你这个人情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你的帮助 哪怕你只能帮上一点点的忙 你会全力以赴地帮我吗 我会啊 你指望我记你这份人情吗 那当然不会了 就是这个意思 此时小董仍然存有侥幸 她在下班路上堵住蔡蔡 提出自己能帮助蔡蔡留在陈欣 我在陈欣这么多年 我见过太多实习生了 真的很难得有你这么称心的 玲玲走了之后 这个部门可以说是我说了算 我不知道像罗子军或者是其他什么人 能不能也给你这么好的机会 小董对蔡蔡威逼利诱 答应明天就帮她办转正手续 并且暖心地给蔡蔡叫了辆回家的专车 以为万无一失 贺涵找陈俊生喝酒 并提出她要替唐经背这个黑锅 她请求陈俊生对她揭发检举 但陈俊生不肯 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多难吗 是你一走 董事会可能立刻让我顶替你的位置 但是我不愿意 你想我天天坐在你的办公室里 你知道我心里边有多过意不去 该过意不去的人是我 其实是你为我做出了更大的牺牲 因为可能会有人说你卖油求肉 而你又必须替我背这个黑锅 你非要我说 我希望多少能弥补一点对唐经的亏欠吗 这两人既是上下级的关系 又同样爱过罗子军 他们虽然同辈成为剧中的渣男 但却也算得上是兄弟情深 两人推杯幻展喝道深夜 直到玲玲来接陈俊生回家 陈俊生仍然觉得他愧对贺涵 因为罪魁祸首就是他的枕边人 他却无法说出口 陈俊生被玲玲带回了家 他对玲玲表现得十分厌恶 玲玲帮陈俊生烧好了热水 可转头一看 他却一头栽进了两个孩子的房间 而且和睡在地上的平儿躺在一起 玲玲看到后心里无微杂陈 第二天陈俊生到董事会检举揭发了贺涵 贺涵也随之被解雇 等待贺涵的也将是在咨询行业中无法立足 而陈俊生顶替了贺涵的位置 却也遭到公司员工的背后议论 这陈俊生平时对贺涵文明侍侍从的 这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子俊过来劝小董主动坦白 然而小董却告诉子俊 贺涵已经引咎辞职了 此时跟他无关 子俊又找到陈俊生 陈俊生心情杂乱 答应子俊晚一点再跟他解释 此时唐静也找到陈俊生 他知道是贺涵为他背了锅 是要调查出事情的真相 贺涵为唐静背了黑锅而隐就辞职 让陈俊生自责不已 因为所有事情都是灵灵搞出来的 子俊劝说小董无果 于是晚上他把灵灵带回了公司 像曾经唐静和贺涵一起捍卫他一样 如今他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他们 子俊面无表情地恭喜陈俊生 灵灵隔着办公室的玻璃 亲眼看着自己深爱的陈俊生痛不欲生 他也心如刀脚一般 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在街上走着 曾经陈俊生要和子俊离婚时 就故意加班不回家 而如今亦然 灵灵的耳边不断回荡其子俊说的话 如果他不想让陈俊生一直不回家 就主动向董事会自首 陈俊生不知道此事 自然也不会影响到他 但小董是必须要接受他应有的惩罚的 而与此同时 唐静也连夜通过查阅公司的侦查系统 发现了小董和蔡蔡在工作群里 留下的蛛丝马迹 然而还没等唐静将这些线索整理好 公司里所有人就都收到了灵灵的群发邮件 上面主动坦白了他和小董所做的一切 并愿意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负责 小董看到后也傻了眼 唐静跑去质问陈俊生 你早就知道是灵灵 我早就知道 我舍不得他受罪 所以一直没敢说 何涵舍不得你被诬陷 所以不顾一切的替你背离我 你又舍不得何涵鸣扫地 所以回过头来想替他翻案 灵灵呢 又舍不得拖累我 公开了事情的前因后 你说说看 到底是我们变好了 还是变得更坏 事情真相大白 贺涵却消失了 唐静去老卓的店里找贺涵 老卓告诉唐静 贺涵去了深圳 子军同样也来这里找贺涵 这对曾经最亲近的闺蜜再次相遇 关系却大不如前 唐静知道子军在这件事上帮了不少忙 于是向他道谢 但却并不代表原谅 唐静 你和我 没有我们 一码是归一码是 我不想假装就这样原谅你 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慢慢的 不在意 但至少不是现在 你还会去深圳吗 当然 知道子军也会去深圳 唐静明白了贺涵去深圳的原因 也知道他们真的再也没机会 于是他给贺涵发去了语音留言 十年爱情长跑 终究还是败给了时间 唐静再次满血回到了工作狂的状态 他把自己的日常安排的满满的 这样就不会再思念贺涵 陈俊生也结束长时间的加班 回到家和悬崖了马的玲玲抱在一起 没想到编剧最后给他的海整圆满了 时间来到一年后 子军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送走吴大娘后 他独自在码头上转悠 误把一个背影认成了贺涵 而与此同时 在深圳的另一个码头上 做着海产生意的贺涵 也误把一个女子认成了子军 贺涵 子军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对不起啊 认错人了 我以前在上海 一年前辞职之后 到这儿来做海产生 上海不好吗 上海当然好了 我前半生里面 最重要的人 和最重要的事情 都留在了上海 那你还舍得走 少不得 当然舍不得 可是只有在走开之后 我想我才能慢慢体会 才会知道那些舍得的 和舍不得的东西 对你来说 多重要 包括多年以后 两人就这样 在同一个陌生的城市中 隔空对话 他们能否赞许前缘 也成了未知数 如果再见面呢 打个招呼 或者 带他一起出去看看大海 毫无疑问 蜕变之后的罗子军 已经更加优秀 并且一切都已经 时过境迁了 子军和唐靖的心结 或许已经解开 贺涵也为了子军 远走深圳 假如他们能够再相遇 还有什么能阻挡 两颗相爱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